词曲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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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尚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秀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 无量寿经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上次我们讨论到这个八相称道 那这个八相称道就是 佛菩萨的前脚方便的大用 那之所以能够显现这个前脚方便的大用 之所以能够显示 因为呢 在基务里面 请大家翻到第十页 讲表第十页 就是说这些菩萨众 这些法身菩萨 他之所以能够显现八相称道 是因为能够 都是遵行 普贤 大师之德 都能够随顺 普贤 十大恨愿 他这个十大恨愿是那种 时空无尽的大愿 而且呢 他心死是 念念相细 无有间断 胜理意愿 无有偏 换句话说 差一三个句子是什么 菩萨无量恨愿 能够 能够 既有这个修德 这个修德就是十大恨愿的修德 能够 开显那本有的功德 本有的亲戚心 所以才安住一切功德之法 自然而然能够写些那情巧分辨大用 那上次我们谈到的 在这里面 就第十页那边 第十页周围行 那个圣舵的那一天 实在是一种 就是八相称道的虚乎一样 因为圣多帅天不算什么 八相称道之一 不属于 不在八相称道之内 他只是说 他生到 住到那个多帅天 到第十天的多帅天 他不在八相称道的内容里面 因为八相称道的讲到 从多帅天降下 是第一 这是第一个 那这里呢 入胎 住胎 入胎 入胎 住胎 出胎这样 然后出家 成道 中火轮 入内盘 这样才八相称道 那这里面呢 他这个说 第一个 他是一种 不在八相称道 等于是八相称道里面的虚乎一样 说明一下 他先到多帅天这样 然后接着他入胎 才入胎这 那时候我们知道呢 这个菩萨呢 我们要知道 这些法身菩萨 就等于是等于一些菩萨一样 今天我们讲的 虽然讲的是这些大菩萨 他们释迦八相称道的功德 其实是引用以什么来说明 以本师释迦摩尼佛的经历来说明制 大家不要弄清楚是这样 虽然说的是释迦摩尼佛的因 那个在如果从他的释迦八相称道 其实也说明着什么 这些等于菩萨 他们的释手释迦的八相称道 就是类似这样的构成一样 是这样 比较容易了解 那其实讲这些是怎样呢 我们还要深一层地认识到 这其实在说明什么 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寿佛 因地修行的功德 为什么呢 你看这部是无量寿经 他在这个六成就后 讲了一些这些大菩萨的 十德 全德 赞叹的功德 这个全德就是八相称道 赞叹他的功德 其实在说明人 阿弥陀佛 他因地修行的功德 他因地也是这样 也实现什么 八相称道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佛陀讲这些为什么 那我们对什么 阿弥陀佛 他的功德 盛行人 对他的就是仰慕之心 是仰慕之心 是这样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初太相 上次我们讲初太相 初太相就是说佛陀 他出生的时候 十一月那边初太相那边 佛陀啊 他出生的时候 心走七步 那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境界 戒死 那佛因为代表他 是不平凡的人的一样 不平凡 他是佛 就是等于是他佛 等于是等劫菩萨或是佛 他是不平凡的人一样 你看走了之后 还有什么 莲花拖 他走了七步 就莲花拖着 拖着他的步伐 对不对 所以莲花拖到脱步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他表现 他也讲到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 大家讲到说 他讲的一句话 天上天下唯有度尊 就那次的句话 就是我们说 就是下面十一月那样 举身自称 胡当于是唯悟上尊 就是这样 就是我将来 在这事件上 那成就什么 无上菩提 未来还宣扬波伐 教育中生 有那个意思 就是天上天下唯有度尊 的意思就是这句话 那这时候呢 他也讲到 将来呢 就是说 那个第四天啊 到晚天晚 都会来这样 奉仕在他旁边 就是这样 然后世间的天 天道中生 人道中生 来归顺 来敬仰 敬仰 表示说 会敬仰这位 敬仰他 为什么呢 表示他有无量的功德 是 他是因为 表示说他有 大功德的境界 才会归顺敬仰之故 是这样 那这里面是出胎相 这个就是说 简单讲 把那个 这个出胎 他出生的那个相貌 稍微讲一下 那这里面有四种类相 第一个四种类相 大概上次讲过 第一个就是生相的奇特 比如说 生下来就走七步 这不简单 你看就不可思议 第二个是 他生下来 生相放不亮的光明 光明相 第三个 他口相 口献奇特相 就是他能够说 天上天下 唯有独尊 就是我将来一定成就佛道的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是 他现成什么 出生的现成什么 六种震动 其实这样 因为他这里面是简单讲 在《华严经》 《华严经》有这么讲 他说佛道 他这个八相成道 每一相都有 他每四线一相 都有什么 六种震动 是这么讲 但其实他入胎相 也有六种震动 初胎就是 每一相 八相每一相 都会有六种震动 第一个是震动的相撞 还有什么 声音的相撞 了解就好了 那震动 这六种震动 都要了解 就是这样 那我们体会什么 一切是 一切是 引用大致度论的话 就是一切我什么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体会一下 第二个呢 是要让我们认识 什么 敬仰之心 敬仰 敬仰之心 因为佛要准备要 也是要敬仰之心 那这里面呢 那我们现在看 把初胎相讲过了 我现在讲那个什么 童子相 这童子相呢 就是说 说明那个佛陀 从婴儿到童年的时代 那这里面呢 这一行一起念 四线算计 五逆色意 博中倒数 惯念群集 就是说这里面呢 也说明了 在这里面说明了 佛陀少年 就年轻的时候 不是年轻啦 就小孩子的时代呢 童年的时代 这样都是 一种粗类巴翠的样子 很聪明的样子 表现了 四十八就聪明的样子 很粗类巴翠 这四线 算 就是说对这个算术 计算 就是算术的那些 算是 算就是算术 算术 算术 对它很精通 就是这样 四线算术 就是四线 那对这个算术的这个 很精通 文的是指文学 文学比如说 我们说啊 诗书啊 诗啊 诗啊 作诗啊 作词那些文学 译呢 是指什么 百公积义 如果 约那个 从 中国文学的角度它就是 类似什么 我们说六亿啊 礼业 色彼 诗书 礼业 就是礼业 百公积义这么讲 文学方面就是指文学方面的诗书啊 奏词啊 这些是文学方面的 还有百公积 样样精通的意思 然后呢 这些文文 从算计 算计到文理的意思 约文来讲 下面呢 色彼就是五方面五 这个色呢 就色鉴 色鉴啊 可能比如说 刀啊 五刀啊 极鉴啊 那类的话 玉就是架马的意思 架马 架马 齐马 意思 就是 就是从 不能五在文理方面 在五的在色域方面 在色鉴啊 五 五刀 极鉴啊 架马 都是样样精通 是这样 所以意思在表现 是视线 它在文学方面 五的画面 也是很精通 五的画面 也是 五 百公积啦 那个 色役 色 色鉴啊 这个架马 这个五的画面 都是很精通的样子 都很精通的诗 这样 小孩子就这样了 这些 然后 柏中道数 这柏就是广博的意思 这柏 这个中 就是加以中和 中和分析 这个什么 倒数 就是什么 倒数 这个倒数值 当时的印度 96种外道 96种外道的那个 倒数 他那些 他那些 很多是能够广博的通达 而且中和他们的 九六种外道的他们一些 种种的倒数 就是这样 而且呢 冠练群极 这冠就是贯通 就是 我们说贯通 就是能够 对这个 冠就很 贯通 贯通 然后练就是很 跑步的学习 群就是重度的意思 就极呢 书极 什么极呢 比如说可能是科学方面的书极 可能是天文地理 乃至政治经济 乃至衣补心象 就是种种的很说实体啊 这个就是从科学啊 乃至衣补心象 衣补心象啊 这个就表示说 他童年的时候呢 小孩子的时候呢 叫多才多艺的意思 从那 就文武啊 文武精通 什么都精通啊 你看小孩子就没有 就是表示说他很聪明 这种小孩子呢 时候就是能够 鹤立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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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立巴吹的意思 这样 通子象 一样 这个 这个在这里 这通子象 大家了解 那呢 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 纳七象 这个表示说 纳七呢 为什么要讲纳七象呢 就表现说 再说明呢 这个这部经年是真的 重是什么 忍辱的关系的 所谓呢 佛我还在世间 不离世间局 是这样 那我们看 纳七象呢 这一行一起念 由于霍言 四义的藏手 不是后面 后面 后面 后面是这样 是怎么讲呢 当 因为当时 那时候 释迦摩尼佛 他也慢慢长大了 民众的 年轻人的 那时候 金放完 他父亲是金放完 allegedly 想要为他取 娶王妃 让他去 是形容让他娶个妻子 當王會 所以說那個太子 那時候看到林果一位 林果一位國王叫執障的國王 他有一個女叫耶斯托羅 就是耶斯托羅 他容貌 聽人家講說他容貌尊嚴 而且品德高超 所以金王丸想把他 想讓這個斯亞莫尼爾跟這位耶斯托羅 就把他起來 當了妻子 但是這位國王 執掌國王說 他希望能夠娶他的女婿一定要怎樣 文武尊全 而且要有財能 要有高超的財能 所以這時候嘉碧羅衛國的國王就是金飯丸 他就派了五百位士職 釋迦坡六一起去 他們怎樣 去比武 比什麼 文還有武 比文 比如說文許後面 比一下 就是 所以這裡比一下 講五就是 講五就是什麼 講五就是什麼 比武來一樣 這個講就是什麼 較量的意思 由於貨尊 貨尊就是考試的地方 這講就是什麼 較量 較量武術 比如說射箭 射箭 武刀 極箭 駕馬這些 駕車 騎馬這些 這些武術來講 適益就測試 測試你的文 財能 比如說什麼 禮業 禮業 施數 一般是六億 是六億 禮業 攝益 施數 攝益在五方面 攝益就沒講了 攝益在禮業 攝益 施數叫六億 它這裡面是什麼 是大概禮業 算數那邊 就文學方面的 是怎樣 所以講五四億的場所是就是等於 就是禮業 禮業的意思 就是考試的地方 因為你反正哪一個人在文的方面 或是武的方面 如果粗類拔萃的話 你能夠取到什麼 能夠取到什麼 耶穌托羅 所以那時候五百位四職 包括提伯達都也有 難投尊 那些都有的 都只能一提供一起考試 一起測試 在後尾那邊 加量文武 那時候就是每個人都不及什麼 都不及那個釋迦摩尼佛 都不及 沒有 就是只有釋迦摩尼贏得這場考試 是這樣 所以才能夠 納受耶穌托羅為期 是這樣 那現處宮中 社會界是耶穌 他取期之後的是納受耶穌托羅為期之後的境界 前面是還沒納受耶穌托羅以前的事情 就是他比武 比一些較量文學 或是武藝方面 作為能夠取到 或者看兩個比 四億 就是哪一個人 就是說 前面是講的 你才能夠得到這位耶穌托羅 是這樣的意思 下面是說他取完期的境界 現處宮中 是怎樣講的 這個就是說他取期後也是隨時什麼 世間法 世俗地 就是這樣 世間那期 然後怎樣 然後除了漢跟顯動很多公里 公里住在公中裡面 住在公中裡面是這樣 然後社會 社會就比如說五億六成境界 就是生活在五億六成境界的境界裡 五億六成的境界之間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釋迦摩尼禮佛 其文竟然是什麼 生活在哪裏飲食之間的意思 就這樣 大家就把這個納期項 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這個意思 那第二個我們看呢 這個出家項 這個出家項應該是什麼 就第五個出家項 出家項 這個出家項呢 為什麼要出家呢 請大家換到十二頁 這十二頁就出家的一些動機 還有他的一些事情 簡單 這兩盤一起唸 見老病時 物事非常 契國才會 入山穴道 浮成白馬 寶冠陰露 請之令凡 捨真妙依 而走法府 替主虛伐 端坐樹下 勤古六年 行如所映 這樣是這樣 因為他起文器之後 然後他長大了 這個釋迦摩尼佛 印就是他 就是這樣 他在見老病時這樣 因為他前面的一段文是這樣 他在宮殿裡面 也是能夠 因為太子 生活優越 但是南美還是要到處走一走 到那邊萬一走一走 這裡面是講的 所謂的游士門 游士門怎麼講的 那邊萬一走一走下來 生我父 生活在龍武皇后貴的境界裡面 這個釋迦摩尼佛 到處走一走 他有時候 因為游士門這樣 他到了東門的時候 從東門出去的時候 看到呢 看到一個老人 看到人就這樣 這個就是能夠體會到 看到一個老人 然後到了病 就是到了南門 南邊的時候 看到南門看到一個病人 看到一個非常 這個病人非常嚴重 生病很嚴重的 然後到了西門的時候 西邊的門的時候 看到什麼 一個死人的時候 就這樣 這些根據那些佛陀的本性 都是什麼 這些都是天人所發現的 天人所發現 他其實在執政做演戲 配合什麼 釋迦摩尼佛 配合釋迦摩尼佛 配合釋迦摩尼佛 試驗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釋迦摩尼佛 當然也知道了 今天他 其實他佛陀 他今天在釋迦 在取緝那些 他是內心 沒有一力心 只是說顯現 淑地理 表現哇 生佛戰 難你一時間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今天去看 東門 南門 西門 看到老病死的境界 就是天人行 配合佛陀 視線給他看的 是這樣 那佛陀看到 其實老病死的人 當然 悟到 物是非常 就悟到 世界什麼 無常 非常就無常的意思 人啊 這個老病死 因為他體會到 這個就表示他的智慧力 這物是非常 就能夠 看到老 我自己也會老 就這麼體會到 他的 我現在是很年輕 年輕 但是呢 過不久 病老了 就這麼體會 是無常的 人生就無常 就是這樣 病 怎麼會生病呢 我也就是體會到 無常的境界 是這樣 死也這樣 因為人啊 難免老病死這樣 到晚一定會死掉 就是這樣 從藉由這個東門 南門西門 體會到老病死那種 無常的境界 物是非常就這個意思 然後最後呢 他又到什麼 北門 這北門的時候 遇到一個什麼 那個沙門 出家的沙門 沙門就是 出家的沙門 遇到這個沙門 這位沙門看他 威隱隱隱隱 就是S都是什麼 天人化現的 然後佩爾是釋迦摩尼佛 那個釋迦摩尼佛 那個釋迦摩尼佛 問他 你為什麼要出家呢 這個出家人呢 這個也說 你看 世間是無常的 生老病死 我去講那些 就類似那種 我們拉苦的境界 流轉生死的境界 一切都是無常的 一年生一年妹 對不對 唯有 所以說要勤修見定位 那這樣 那我們呢 就是說 講那些道理 講那苦即滅道 這樣我們講 你要知苦 斷即 木魅修道的那些禮 就聖魅是地的禮 給佛陀 給那個釋迦摩尼佛 我聽一聽 其實佛陀也知道 是配合他 要知苦斷即 木魅修道 講這些道理 一定要修學佛法 才能利益眾生 是這樣 然後你才 只有出家 才能夠 泄漏生死 而且能夠 智力又利他 是這樣 這時候 這時候 佛陀聽完 就經過這個 游四門 從東南西北 這四門 游完 看到這 提味道 這樣 就這樣 知道 先是無常 棄國財位 棄什麼 捨棄什麼 國家的財產 因為他太子 捨棄什麼 太子的王位 實際國家 實際太子的王位 想要什麼 陸山學 陸什麼 陸山學習什麼 學習這個 這個道就是 洩透道 學習洩透道 洩透生死的 訪門是這樣 那這八個 這十六 就是 建老病死 務實衛廠 棄國財位 陸山學的市場 他出家的動機 就出家的動機 是這樣 他出家動機 是這樣 那下面 是講什麼 他出家的過程 出家的過程 出家的過程是怎麼樣 浮成白馬 保官陰落 請自立環 怎麼講呢 因為那時候 這個 釋迦牟尼佛 他也體會到 他想要出家了 但是就跟那個 金華門報告說 我想出家了 金華門 當然不同意啊 怎麼他 他為了太子 出家 不同意 不贊成 那就要這樣 把門都 讓他 就把門 那個 這個承門都關起來 讓他沒辦法出去 就這樣 沒辦法出去 那時候 就是這樣 因為視線的 就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 因為 釋迦牟 有一個車夫 叫馬 叫什麼 車逆 那馬夫叫車逆 車逆 他利用網上 就袋子叫這個車逆 晚上的時候 叫車逆怎樣 背這個一隻馬 就是馬王 這馬王叫什麼 劍智 劍智的馬王 用那個 保安還有 庄逆 配戴在馬王的身上 然後 這時候 這個車逆 這位 是 就是馬夫 把這些 保安 庄逆 都配在馬身上的時候 佛陀 就騎到馬身上了 這時候 馬這個 騰空會起來的 騎到什麼 騰空會起來 因為四大天丸 這四大天丸 拖著用神通 撐著馬的腳 就 飛出去了 飛出的時候 這個 這個馬夫車逆 就這樣 怎麼 就這樣 趕快點吧 抓住馬的尾巴 抓住馬的尾巴 不讓他走 因為國王 因為國王有命令說 不能讓那個什麼 釋迦牟出去 這時候 這個車逆 馬夫車逆 拉著馬的尾巴 但是同時被 同時跟著馬出去了 也是被馬帶到城外去了 這個時候馬是用飛行的 飛到 從那個 從宮殿 飛到城外 飛了一段距離後 就露下來了 這時候 佛陀 就是佛陀 就跟他講 這位附身附身附身 對車裡講 對他的車 馬夫 馬夫講車裡說 你現在呢 他本來是 佛陀是戴著寶冠的 身上戴寶冠的 還有陰肉 身上穿的陰肉 就是陰肉 鑽石屏 他就這樣 你把這個 就告訴車裡講說 你把我這個寶冠 還有我身上戴的那個陰肉 陰肉就是那個 鑽石在井上的 還有胸部上的 胸上 還有進步的那些鑽石屏 還有車所帶的那些鑽石屏 就是陰肉 叫他呢 你把這些帶回去 把這身上的陰肉 保官帶回去就好了 是這樣 叫車 車匿帶回去 這樣就沒事情了 因為他表示他自己 願意出家的 不是你沒有人逼迫的 然後呢 就請之 派遣他 就這個之旗的時候 不要接著 就拜見那個什麼 車匿 讓他把這些 旁觀陰肉 帶回去 帶回到宮殿裡面去 這樣 然後這時候呢 佛斗鑰石 舍真廟 把他身上穿的衣服 那種珍貴 真廟 這個廟就是美好的衣服 珍貴美好的衣服 捨棄掉了 而周法胡 什麼話有 袈裟 這袈裟是誰 怎麼有袈裟 是天人奉上的駕沙 不是他本來 是天人奉上的駕沙 因為他知道他 不是防護眾生嘛 他知道本去是 釋迦摩利婆承諦來的 所以天人奉獻駕沙給 這個釋迦摩利婆承 因為他才釋見 俗地理 釋見的法 這時候呢 要替什麼 替主虛法 替什麼 鬍鬚 頭法 把鬍鬚和頭法替完了 替完了 然後這才知道 在大雪山 雪山裡面 在大雪山裡面 修苦恨 就端再出來 就正身端坐 正身端坐在樹下裡面 在雪山 然後勤修苦恨六年 就在雪山裡面 勤修苦恨六年 在書下端坐 然後勤修苦恨 勤修苦行 就苦行 苦恨六年 苦行 就是每天吃一粒馬 吃一粒馬一粒賣而已 賣一粒馬一賣 但是呢 修行怎樣 行如手印 修行就如什麼 如同初家人 如同初家人手印做的事一樣 他的修行 他的行持就像 如同初家人手印做的事一樣 什麼 初家人手印做的事什麼事 呂裔什麼 少益之主 少益之主的事情 還有什麼 修苦恨的事情 還有什麼 世為法益 就是出家人手印做的事情 世為法益 世為義理法益這樣 這樣 這個意思 大家把這個出家的信箱 出家像 大概這個意思 他講過了 大家了解一下 到這裡 那這裡慢慢看一下 接著我們看成道像 是根據這個裡面的講 成道像 成道怎麼成道呢 這裡面成道是這樣 這部分裡面有分成五部分 第一個是沐浴尋寇 第二個是行力道場 第三個是銳草映盛 第四個是智力祥謀 第五個是現成坡道 這裡面我們看沐浴尋寇怎麼講 這沐浴就是沐浴就洗澡 沐浴就沐浴洗澡了 把他的身形的寇籃 譬如說沐浴什麼沐浴 就是他的漢浴 漢浴 是這麼講 因為佛陀在修苦吻的時候 都沒洗過澡 六年都沒洗過澡 你知道嗎 這樣你看沐浴很多 是這樣 每天吃什麼 一粒麥 就是一粒麥 他講一馬一俗 一粒馬 整個芝馬還是一粒俗 就修苦吻了 所以六年的苦吻 都沒有洗澡不洗過澡 所以沐浴是這個意思 那這一行一起念 現五濁岔 學順情深 事有成寇 沐浴金流 天岸樹枝 得攀出池 這裡面是這樣 現五濁岔 這個四線 他用佛陀 他今天要知道 要這樣 術師地 要隨身世間法 就這樣 現五濁岔 五濁 這五濁 四線的五濁岔 五濁就是 結軸 見軸 煩惱軸 結軸 煩惱軸 中生軸 密軸中 這裡面我可能現在也要再檢 解幾次了 這結軸就時間來講 就見軸 就是 你連知見的問題 煩惱 這個眾生軸 密軸中 這個以後再解釋了 它現在這五濁 這個濁岔 這個濁岔就是 烏濁的世界 差就世界 它事件在烏濁的世界裡面 事件在烏濁的世界 跟你講 因為裡面叫五濁 解軸、見軸、煩惱軸 眾生軸、密軸中 也是要解釋一下 但是這裡面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它這種 在這個 它現身在五濁的世界裡面 也就是在事現在 那個 有肉的境界裡面是這樣 有肉的境界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為了隨身眾生 為了隨身什麼 情生就眾生 為了隨身眾生之故 所以 現是有成空 事件什麼 成空 就是烏濁 什麼就是流汗 比如說流汗 汗濁很多 六年都沒洗澡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為什麼 今天我們要知道 因為他知道 他在六年的苦惡裡面 思維華裔 就是那 接著那個 就是沒有辦法成就 沒辦法成就 沒有辦法成就聖道 就這樣 就是苦恨 因為修那個苦恨 還是那個 好像是浪費時間 就是這樣 他體會到了 這時候 他離開 說離開了那個雪山的 就離開雪山的谷行 這時候 又說剛好 有一位牧羊女 就供養什麼 養母桌 供養這個佛陀一樣 養母桌 是這樣 又受到養母桌的供養 養母桌的供養 所以 他這時候 他有一點什麼 精神體力的 所以呢 他 所以 那個成空 因為六年還沒有洗過澡 所以 有那個烏闊 灰塵 我們說灰塵 就是烏闊一樣 因為流汗的因子故 所以沐浴在什麼 在金流裡面 在金流 這個金流是什麼 泥連合 這泥連合 泥連合就是金流的意思 就在泥連合 沐浴灌洗 沐浴灌洗他的身體 這什麼叫金流 為什麼叫金流 這泥是 這個泥是 我們說泥伯偶的泥 泥伯偶的泥 連是 這個連連接在一起的連 泥連合 泥連合混中 我們叫泥連合 為什麼呢 這泥連合是 印度 橫河的支流 因為橫河 橫河的沙是什麼 黃金色的 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沙 所以叫金流 就是 泥連合是 橫河的支流 他的沙是 金黃色的 金流是這樣 他在這個 泥連合裡面 沐浴灌洗 就是 沐浴灌洗 他的身體 因為沈過太多了 剛好有體力 因為有 得到 那個 楊乳灌 楊乳灌 才能夠有體力 那洗完澡後 洗完澡後 要怎樣 天暗樹枝 得攀出池 那時候 那時候 他身體 天 把樹枝 按下來 因為 那時候 身體有點虛弱 所以攀著 藉由這個樹枝 怎樣 可以什麼 攀爬出池 這個池 這個池不是 這個池什麼 是指 泥連合 這個池 不是水池的池 這個池也是金流 也是指 從那個泥人 爬出來 爬出來 是這樣意思 因為天人 按著樹枝 按著樹枝 把樹枝 按下來 讓他能夠攀爬出來 是這樣 這是一個 第一個是沐浴行庫 第二個 講到什麼 行力道場 就行 就是 往這個道 這個義道道的意思 到達那個 城坡的地關 就不利道場 不利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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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佛道的地關 不利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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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起唸 靈勤一重 我利道場 這些靈勤 就靈性的飛鳥 這裡面 他有講到 他是一種 有一些 因為都是天人 諸天 所變化成的一些 靈性的什麼 這些 鸚鵡 色力 恐雀 等 這些有靈性的鳥 或許人家說 有五百隻 有靈性的 雀鳥 是這樣 這些 恐雀 這些有靈性的 鸚鵡這些 義蟲 義蟲 跟隨著 跟隨著 釋迦摩尼佛 一直到 晚到道場 是在那邊講 前晚 那個 乘佛的地方 是這樣 這空中飛鳥 圍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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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將成佛的 釋迦摩尼佛 就像 國王初詢一樣 國王初詢一樣 百官什麼 義蟲 百官義蟲 就百官 跟隨戰 在國王旁邊 是怎樣的意思 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 這時候也就是第一個 這個是行李道場 有這個靈 也就是靈起 很靈略 因為這個就表示他要成就佛道了 所以有一些很靈性的那些飛鳥 就是 也是天人所化變化的 變現的 接著來看一下 第三個什麼 瑞草運聖 瑞草運聖就是指那個 一個吉祥的 一個叫吉祥的人 他憲什麼 憲這個吉祥草 讓佛陀坐在那個 普六十下的 是這樣 這瑞草運聖 那這樣一起唸 吉祥感真 表彰功作 埃塑失朝 夫佛術下 家夫而坐 吉祥是一位人的名字 是一位歌朝的人 這位歌朝的人叫吉祥 那吉祥呢 感昭呢 感應到這個征兆 這什麼講呢 這家因為佛的功德 是因為有佛的功德 來 因為這個吉祥人是 能夠征兆 征兆 感到這個征兆 怎麼講 是因為 釋迦牟利佛 也是 因為能夠感召這個吉祥人 這個征兆是這樣講 感應到這個征兆 感應到這個征兆 還是因為佛的功德之故 這個歌朝的人 就是這個 我說這個吉祥是歌朝的人 他是想要奉獻 牟羊這個吉祥的朝 也是叫吉祥朝 這個朝是一種清淨柔軟的朝 吉祥朝 想要鋪在 佛六四亞 讓佛坐在那個吉祥朝下面是這樣 這樣坐在吉祥朝上是這樣 他說 他是因為感召 是因為佛的功德 能感召這個吉祥 來奉獻這個吉祥朝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征兆就是感召 因為佛的有 因為他要成佛了 所以無量的功德 能得到這個吉祥的感應的征兆 是這個意思 表章工作就是這樣 表章 這個表就表顯的意思 這表顯 章就是我們說章 就章化那個章 章明 章明什麼 工作 這功德 做 就是福責 福責就是福報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這個四線的菩薩 就是說這個 也是釋迦摩利佛 我們講釋迦摩利佛 他經過三大二升級的修行 成就了無量的功德 也無量的福報 所以能得到這位吉祥 這位叫吉祥感應的征兆 意思在這裡 所以 感針就是感 就是因為有這個無量 這表章工作在說明說 因為他能夠感應到這個征兆 因為有無量的功德 有的形式出來是這樣 然後 哀壽虛草 父我屬下 哀 這個哀是怎樣 這菩薩 以哀明的心 他不是以貪愛的心 他今天是哀明的心 不是貪愛的心 來接受 受就接受什麼 接受這位吉祥 那布施這些吉祥草 他以哀明的心 接受這個吉祥 來布施這些吉祥草 他怎麼做呢 叫夫佛樹下 這佛樹就是普利樹 把吉祥草鋪 鋪在普利樹下 是這樣 所以菩薩草是以哀明的心 是以悲哀明的心 讓他成就他的功德 也是讓他成就這個福報 福報理是這樣 他不是以貪欲心這樣 所以他把草 其實他把這個吉祥草放在一個大石頭上 這時候這個吉祥草 這個吉祥草 這個吉祥草 鋪在大石頭上 然後佛陀就加護了咒 這個加是什麼 就是酸腿 就是攀腿 酸盤的意思 酸盤的意思 這個加是什麼 酸腿交叉起來 酸腿交叉起來 這個膚是腳背 這兩個就是兩個腳背交叉起來的意思 這兩個腳背交叉起來就是 它是結雙盤腿的意思 結雙盤腿 而端身正坐 在這個 坐在這個 培育樹的 培育樹下是這樣 大概這個意思 這個芮草映腎 就是說 說明了 自然感召這種 的那個 感召這個芮草的映腎 就是這個芮草 這個祥瑞的吉祥草 應什麼 感應到聖人的功德是這樣 因為有這個功德 自然有種種的祥瑞境界 剛才比如 林寢 還有這個吉祥草 這些都是 吉祥的徵兆是這樣 吉祥的徵兆 就林寢那些 林寢那些 有林性的鳥類 但是這個吉祥草的 伏在培育樹下都是 因為本身有無量的功德 正來感召成這些 祥瑞的境界是這樣 第四個我們看 智利小某 智利小某是怎樣 它這裡面是怎樣 它其實 從小聖的角度來看 小聖法 因為上次講過 在佛 在大聖法 它沒有小某的這個 這個含義 它是怎樣 某就是佛 怎麼會小某是這樣 但是這裡面是一些小 讓我們體會一下 這個就從小聖的角度 來說明一下 這一行 這一行一起唸 奮大光明 使謀知之 謀帥觀俗 而來逼世 志以智利 皆利降伏 這裡面奮大光明 奮就是泛大光明 就是佛羅泛大光明 從他身上泛大 類似說白鴻相關也好 身上泛出無量的光明 泛出無量的光明 泛大光明 泛出了 這大 這樣就是蘇聖 泛出蘇聖的光明 從身上泛出蘇聖的光明 譬如說可以說白鴻相關也可以 從身上泛出蘇聖的光明出來 目的是怎樣 使謀之之 那目的是什麼 那個第六天 我們知道謀是怎樣 這個謀當然有四種謀 有一個 有那個 這裡面是指天謀 那指天謀知道 天謀是指第六天 那個趴化之在天 讓他知道一下 是故意的 佛羅在用智利降 這個意思就是 讓他知道 有人要成就佛道了 是這樣 這時候 佛就官署來逼世 這裡面先講一下 算了官署 算了百官署下 而來逼迫 就是逼世 來試驗 測試一下 測試佛陀一下 這裡面是講的 先講一下 佛陀是這樣 不是 這個魔法是怎樣 他先怎樣 先派 用那個軟結 先派他的什麼 魔女 魔女這樣 打扮了 腰之沾 就是打扮了 非常專严 非常專严這樣 讓他來測試 破壞什麼 破壞什麼 佛陀的犯恨 他親近心 派了很多非常專严的美女 就是天女來擾亂佛陀的心理 佛陀知道 他叫做佛陀 但是沒有什麼原因效果 接著才派什麼 他的官屬 他派什麼 魔祖魔孫 百官屬下 就是派他的魔祖魔孫 怎樣 來 來什麼 用種種什麼 刀劍 來是 就是種種刀劍 射劍 受兵器 來 人家砍 人家殺害就是佛陀 這時候佛陀是露雌心三昧 他裡面有講到說露雌心三昧 這時候這些什麼 刀劍 種種的兵器變成什麼 變成蓮花 是這樣 來逼思這樣 再來逼思他 佛陀如果在逼思他 測思他就是了 這時候 智乙智力 就是 智乎他以佛陀是以智慧力 就是入雌心三昧 智慧力來智乎這些魔眾 接令相無 讓他們能夠 相無這些 就是令相無種 魔眾是這樣 大概把這個魔就是 自己相無意思 大概這樣子 在這裡是把這個魔 那你主要是怎樣 魔是這樣 主要其實內魔 我們叫做內心的貪生痴 外魔就是順境 我們講魔是講 順境和逆境來講 是這樣 內魔是指 我們內心的煩惱是這樣 外魔是指 順境界和逆境界 但是這裡面了解一下 大概這個意思 那就是把這個智力相無 這一個大概乘道的 乘道的第四項 就智力相無了解了 大概一下 接著我們看一下現成佛道 就是說 其實他想這個天魔是在幾種 是因為他是從小聖法的角度來看一下 是這樣 我們看現成佛道 這一行一起唸 德唯妙法成罪正絕 這個德就正德了 成就了什麼 唯妙不可思議的法 正道什麼 空有不二境界 這唯妙就是空有不二境界 什麼講呢 就是像那個在金剛經有一句話說 西弗里 我以歐尼奧多羅三秒三不敵 乃至無憂少可的 四名歐尼奧多羅三秒三不敵 佛陀說 我以無上不敵 無歐尼奧多羅 乃至無憂少可的 四名歐尼奧多羅三秒三不敵 我以無上就是這個法 這個唯妙法 我成就這個唯妙法 我乃至無憂少可的 什麼無憂少可的 乃至無憂少可的 乃至無憂少可的意思是什麼 無憂少可的是什麼意思 就空觀的意思 乃至呢 空到極處 就是我空 我空空空空空到極處 我空法空什麼 是不住有 空空的不住空 達到什麼 不住有不住空 就是達到什麼 空有不二境界是這樣 成就這唯妙 成就空有不二境界 唯妙法 成罪認絕 這個罪就是什麼 無上意識 成就什麼 無上正的認絕 成就什麼 無上不敵的意思 成就什麼 歐尼奧多羅三秒三不敵的意思 這個意思 信成佛道 他即是 這裡成道像是把這個簡單的 這個封的五科 這邊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他怎麼成道 成就佛道的 那成道 我們要知道 佛統從降 這跟這基因文來看 佛統從多衰 從多衰天降下來 入胎 住胎 出胎 然後出家 成道 這些都是一種 智力來講 表面上是看起來 文是智力來講 但是從莊華倫 開始要講 莊華倫像這樣 就立他來講 立他來 好 剛才信成佛是 一些智力來講 其實呢 這是一些什麼 從表面上的這個文來看的 智力來看是這麼講 但其實佛統 在你看 這個如果佛環境裡面講 其實佛統在入胎 住胎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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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能夠也是能夠千百億化身 到無量世界來 說法度重分 也是有這個意思的 那這裡面是更進 這個我們看 裝法輪像 裝法輪像 裝法輪像就是什麼 什麼裝法輪像 請佛說法的意思 請佛說法就是裝法輪像 這裡面分成兩部分 是請裝法輪 還有什麼 因請起說 請裝法輪這裡面 請佛說法 那這裡面分成兩部分 示範其勤 請裝法輪 這個示範 這個示就是第四天 就是道立天 道立天的天子 第四天 還有大萬天丸 大萬天丸 它代表 代表三界的眾生 這第四天 大萬天丸 祈求勸收 佛口來 請佛說法 請佛說法 是這樣 裝法輪這個輪 是一種P 輪是P 輪是P 用法代表法 這P說 輪就是P來講 請佛說法 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有深的含義 請大家看到 上次的副表 第五頁 對 對不起 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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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法輪 我們看一下 文藝大師的解釋 裝火文 什麼意思呢 這兩行一起唸 言轉法輪則 佛以自心中所悟是地之法 墮落一切眾生之心 明知為傳 此法人 吹眾生 煩惱 夜苦三丈 明知為倫 這個佛他把自心 因為佛陀 以自心所悟是地法 就是說 成就了 四地法就是苦其滅道 他把信中 剛才我講說 知苦 斷疾 木滅修道 就是四地法 因為我剛才沒有解釋 為什麼 因為我在第一次在講那個 休息 就第一堂課 休息進入我們 基本人知那邊講過了 知苦 斷疾 木滅修道 所以我就沒解釋了 這四地法就是他 對這苦其滅道 四地能夠 他誤到的 杜禄 把他所誤到 誤正的四地法 杜禄一切 這個杜什麼意思呢 這個杜就是從 生死殺人的慈安 到達什麼 清淨涅槃的 清淨涅槃的彼岸 這個意思 是不是 就入一切終身心 他能夠 因為終身佛陀講法 能夠 能夠 應激說法 他講到完 能夠誤到 讓眾生能夠 眾生聽完後 能夠自己呢 聞思修 能夠聽聞佛法後 自己能夠 聞透 能夠 借聞思修 聞思的訓息 能夠依解其行 所以內心的轉 內心的 確實要 能夠把這個佛的佛 能夠 能夠怎麼樣 讓你自己能夠 轉世成事的意思 有這個意思 杜禄 你才能夠到達內盤的彼岸是這樣 是這樣轉的意思 所以 辭法怎麼樣 叫做民主為轉 這個辭法 能吹眾生 煩惱障 業障 暴障 就是能夠摧毀什麼 山障 就是破壞古山障 把這個破壞古山障 摧毀掉 叫做輪師 意思 就是火翼大師的解釋 在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看這裡面 也是看到這個 唱功 師父他們跟我們解釋 這個 這個 佛 他也根據那個 莊魂魂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是 這個 我覺得佛說廟法 度入眾生之心 就是 也是剛才那個 偶義大師的解釋 就是說 佛說廟 他說就是把他的 證物證的那個法 就是讓眾生能夠 聞師修 就這樣 這裡面怎麼講 度入眾生之心 他能夠怎麼講呢 我這裡面呢 稍微講一個故事好了 或許大家 可能要比較明白一點 這佛陀 就是 在佛陀時代的時候 有兩位 國王 這是根據那個 數萬級百元經 就佛陀時代 而兩位國王 彼此不合 經常發動軍隊 互相什麼 互相襲擊 為了百姓 甚 這時候 波士尼王 看到這種事情 看到這兩位國王 才會因為 稱心所 因為稱心 所以才會 互相打戰 打戰 所以 就請請 向佛陀請教 希望能夠化解這兩國的 這兩位國王的怨恨 怨恨 不叫互相傷害 佛陀聽的話 就是 好 大應波士尼王的請求 有一天 知道這兩國 有一天佛陀知道 這兩國 兩國的軍隊 又準備要開戰了 就是馬 就特意帶領弟子們 前往什麼 一個國家 叫波羅乃國 在陸於院中 在 這佛陀就為 為這些弟子們 開示法要的時候 開示法要的時候 剛好在打戰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 一國的兵力 就是不敵 就打敗了 那麼這位國王 馬上 馬上 退到什麼 佛陀所在的地關 他們就被打敗的部隊 就是國王所帶領的部隊 就馬上 向佛羅丁尼 這次佛陀就為他們 開示什麼 就是 生死無常的道理 就是苦極滅道 那個意思 這時候 佛陀聽完後 對這個苦極滅道的道理 心開意結 就是結定在佛羅丁尼 在佛羅丁尼 結定在初遙修行的 是這樣 這位國王初遙修行後 因為這樣 因為這也是過去 舒適的三根 因為不斷的精進努力 他最後成就什麼 歐亂國了 很快 就不久 他不久真的歐亂國了 另外國王 聽到這個消息 因為這位 他聽到這個消息 這位國王 被打敗的國王 已經竟然出家 又成就生到 他知道 心中的大法已去了 心中的大法已去了 非常歡喜 他也是 前往這個金色 兼禮佛陀 聽佛陀開示 因為佛陀 我們知道佛陀是 三倫不可思議 生的什麼三倫 生可意 三倫不思議 那個印記說法 重點在這裡 印記說法 說法 因為佛陀知道眾生的根基 印眾生的根基 說法 所以能夠 讓大家聽法 都覺得很 滑起充滿 所以這位國王 聽我們佛法開示後 內心什麼 聽到什麼 滑起充滿 就準備了什麼 很多美味的佳養 非常殊勝的隱神 供養佛陀 他那些大同生 而且他也馬上在佛前裡面 在佛陀面前發廣大的事業 希望以這個貢養的功德來回向未來的事 使利眾生能夠 就是沒有 老病思苦 類似 能夠 而且又所易歸 就是這樣 能夠歸一三寶 是這樣意思 然後 希望一些眾生能夠 也是能夠 同樣的 也能夠 就是能夠 同乘佛道 就是同乘佛道 有那個意思 有那個意思 這個佛陀聽完後 就說 馬就是 他這個 就不覺得 佛陀從口中 發出了五色的光芒 就這樣 然後 這時候 那邊帶微笑 就是 這個尊者 就問佛陀 就問佛陀 佛陀你今天怎麼那個 又破影微笑 怎麼微笑 帶微笑 希望佛陀能開示一下 這佛陀告訴尊者說 這位國王 因為 今日共和的功德 不僅不會墮落到 而且能夠到天上 享受無意之樂 是這樣 而且 在 三大二十七月 為成就佛道 叫無聖 無聖 無聖王 是這樣 這裡面是 我說這個故事怎樣 就是佛陀 督化兩位國王 本來是 這兩位國王是因為 那個 那個稱人心 互相長賞 因為佛陀 說法 先渡了一位 被打扮的國王 那這位 出家 成就生道 第二位國王 也是因為 佛陀的那個印姬說法 讓他發起 發心的 這樣 你看佛陀為他 你家他這樣 為他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的 你看 就是佛陀說法 能夠印姬是這樣 能夠 能夠 切實能夠印 眾生的根基 讓眾生生起 內心能 佛陀起衝反 還是心開意解 這不簡單 是這樣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 事眾地址說法 度貨眾生 這事眾地址 這個就比如說 不是說只有 出家人在說法 不是 在家出家的地址 你們都可以說是這樣 這裡面 這裡面 我稍微講一個 這裡面 市地址說法 來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講個故事是怎樣 是用地址說法是因為 講個 優伯居諾尊者 優伯居諾尊者的 那個 地址說法 是用地址說法 這個故事 這根據這個 歐益王經裡面的故事 就在一個國 在印度 那邊 有一位長者 他身有一個兒子 這兒子 忽然到一歲 就夭折了 這兒子 夭折後 又投胎到另外長者 兩歲又夭折了 這兩歲夭折後 這兒子 又投胎到第三位長者家 三歲又死掉了 如是投胎到第四處 第五處 第六處都是早夭而世 最後到了第七處的時候 投胎的時候 他成長到什麼 七歲的時候 第七歲的時候 變什麼 變那個盜賊 盜賊 把他盜到山中裡面去了 當時那個優伯居諾尊者 這位無相好佛 無相好佛 他度化了很無量變的眾生 尊者這位尊者優伯居諾尊者 看到這個小孩子 算七歲 他是最後生的 最後一生的 他不會說 就是看有成就 勝到了一年了 為了色化 色受度化這位小孩子 尊者就馬上到這個山中裡面 後面去 結交做 變化很多 象馬 就是變化很多 象馬 車 那個重兵 象 很多兵 類似官兵一樣 我騎著那個象 騎著馬 騎著車 來圍捕這些人 這個山中的道賊 看到驚歡師座 就沒有 發現驚歡師座 這時候 尊者就馬上 這時候 他們就說 這馬上 這個尊者就馬上 又信 總共神通 來色化這位 這些傑人 這些道賊們 為他們說法 這時候 因為他這個尊者 也是能夠印記說法 這個傑人 聽到他誤入什麼 不知道 對這個勢力 這個苦極昧道的道理 你能夠發起不利心的 所以想出家了是這樣 然後這個 就要出家 想出家的意思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道賊就把這個小孩子 這七歲的小孩子 布施給這個尊者 這個尊者 這個優伯極度尊者 就把這個孩子 度出家了 這個小孩子 七歲的小孩子出家後 這個他能夠 而且尊者也是為他說法 然後這個小孩子 雖然七歲 他也是能經濟地用功 四位法裔 用四位法裔 不久 馬上認得什麼 惡亂國的 這就是四國的惡亂 你看不簡單 可能七八歲而已 四國的惡亂 你看他又有神通了 這時候 這個小孩子 雖然是 你看 歐羅漢 七八歲而已 他講 四位 我觀察到 他七世 因為他用宿命通 哇 過七生 七世的父母 七世的父母 因為吃掉孩子的痛苦 而生大功勞 這時候要抱父母們 因為抱父母們 他有這個宿命通 然後看到 七世的父母都因為他 撐起 撐起那 大苦難經驗 因為失去他 所以他馬上 回到什麼 第七處 第七處的父母 大哥他母親 請父母親不要憂愁乖 我回來了 雖然被盜結 被盜結 奪去 但是我又回來了 這時候孩子看到 父母親看到孩子回來 聖誕歡喜心 這時候 這位羅漢的小孩子 馬上為母親說 說 說洩脫 就說什麼 苦極昧道 母親 父母親 心開愈結 真的什麼 虛托王國 真的出國了 進結了 又這樣 這位羅漢 小孩子 羅漢又到 第六處的父母親 因為是他六歲就晚生了 他說 取父母名 父母親不要憂愁孤老 我是裡面先前 先前所生的兒子 忽養到六歲 而死的兒子 這個母親 父母親聽到 這眼前的孩子 是他先前六歲 而去世的兒子 再次為人 非常惋喜 這時候又為他們說謊 也是講苦極昧道理 這時候母親 父母親也這樣 也等下 心開愈結 成就什麼 出國 是這樣的 同樣的 這個羅漢又到什麼 第五處 第四處 第三處 第二處 第一處 父母親都是如此的秉白 都這樣秉白 那這父母就是 也是同樣的說法 叫他們過去生的父母 就是那父母親 從第五 第四 第三第二 第一處 都這樣 沒事的酸性 都怎樣 都能夠怎樣 心開愈結 而正的什麼 出國的境界 就這樣 就是你看 說法 又說度華眾生的意思在這裡 有這個故事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什麼 世中弟子 依法其休 這真的很重要 我說這以後 禮 剛剛下面是四項上 禮什麼講呢 心眾生 就是四項地子 依法其休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內心 你看下面 內心什麼 能夠聞師休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參公師 常跟我們講的話 要什麼 請自信佛 請十萬諸佛 中佛 對不對 其實要請什麼 自信的佛 中佛的意思 請自信 我們自信的佛 中佛就是 自信內心能夠成文師休的意思 這樣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佛喜 大家 我講一個 請一下 我有沒有講過兩支英武的故事 兩支英武的故事 有沒有講過 兩支英武的故事 有沒有講過 沒有 好 我再講一下好了 這時代也是在佛陀時代 那個在 就是己孤獨張哲 我們有聽過嗎 己孤獨王哲就是那個 我們說 這個奇幻金色 就是己孤獨王哲奉獻給佛陀的 他是跟其幻太子買的 然後買來 買來 那見的 其幻金色給佛陀作為 獎金所有的立番 那這位尊者 這位長者 叫己孤獨王者 就有一個 虛達長者 他因為他是佛陀的大父母 所以常常比丘都到他家中裡面 他剛好他家中都養了兩支英武 這兩支英武很有靈性 每當客人到達門口的時候 他們就 這兩支英武就很迅速的 跑到家中裡面 跟大家講說 有人客人來的 比起來 有一天 就毆亂尊者 就到這個 虛達長者家 拜還下 這兩支英武也是同樣的 跟他家人報告 有人來的 這個很有靈性 然後這個尊者 歐蘭尊者 就看到 這很有靈性的英文 就這樣 為他這兩支英文講說 也是苦極滅道的道理 苦極滅道的道理 這兩支英文聽到很歡喜 也是有素式的善根 很有靈性 能夠解 能夠了解 能夠了解 這個 歐蘭尊者所說的法語 那法語 你看 苦極 他們聽得很歡喜 就這樣 在樹下裡面 從樹上到樹下這樣 跳了跳去 跳了什麼 他裡面就講 跳了七下 再根據這個 《賢禮經》講的 這兩支英文 聽了聽完後 那個內心很歡喜 然後這樣 歐蘭尊者就回去了 結果這兩支英文 當天被什麼 被一支野狐狸吃掉了 野狐狸吃掉的 這兩支 剛好隔天 隔天 尊者歐蘭尊者在社會城 起食的時候 剛好間接的聽到這個消息 說這兩支英文被人吃掉了 被那個 被好像被野狐狸吃掉了 所以當 這個歐蘭尊者起之後 就回到金色 就請問佛陀 說這兩支英文 是怎麼樣 怎麼回事呢 是怎麼樣 他被 是怎麼 怎麼一回事呢 這佛陀就跟那個歐蘭尊者講 說這兩支英文 雖然被了野狐狸吃掉了 但是呢 他們聞聲道什麼 是聽完聽的 是聽完聽的 為什麼呢 這佛陀講說 因為他們聽完你的 你聽完 佛陀就跟歐蘭尊者講說 因為他們聽完你說的苦情變道 四地乙 四地乙 能夠思維華裔 內心發起 有這個種子 因為它當下那個文法 能夠思維華裔的種子非常強 所以能夠 所以能夠 因為這個文法 能夠內心思維華裔之故 這個種子 能夠 藉由這個種子 文法的華裔 能夠思維華裔 能夠 藉由這個種子 能夠穿完身道 四天晚天 而且 四天晚天 五百年 而且五百年後 說明完後 要到什麼 到綠天 到天一千年 到一千年的說明完後 到什麼 到達什麼 夜魔天 那邊是兩千年 夜魔天說明完後 要到什麼 多帥天 多帥天是四千年的說明 多帥天說明完後 要到什麼 花樂天 八千年 說明完後 到達 在花樂天八千年 說明完後 要到達 到達 到達 大帥天 一萬六千年 說明 就是到達 然後在 然後在 那說明完後 要到 又回到什麼 花樂天 花樂天說明完後 要到達 多帥天 一直到達 四天晚天 來來回回這樣 七次 都在天上 享受五億之樂 然後這樣 最後一次 七次晚後 回到什麼 最後一次 要回到人間了 到人間怎樣 出家 又一到三年 出家了 最後成就什麼 批斯佛國 圓解 就等歐羅漢一樣 圓解 獨解一樣 歐羅漢國 因為它能夠 這裡面是這個故事這樣說 因為它自己能夠 我聽完佛法後 自己能夠文思修 就能夠思為華裔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聽的時候 用第六次去聽 就不斷熏習成 第八次了 第八次了 就是種子 把這個種子 把留下來 然後我自己呢 自己能夠文思 你自己能夠在 聽完這個道理後 我能夠自己能夠文思修 就不斷的思維 我剛剛聽了 聽那個法譯 不斷思維法譯 就這樣 種子其線型 線型又什麼 熏種子 就這樣 種子其線型 種子其線型 線型又熏種子 就種性相信之下 所以自然種子的視力非常強大 所以它因為它內心很放心 在樹下 樹上樹下跳了跳了 其實就這樣 有一個延估 所以那個種子的視力非常深 所以種子被這個野蜜蜜吃掉 但是到什麼 到一階天 想說魚之類 最後什麼 成就什麼 P字母歐拉亂狗 你看不可思議的故事 在這裡 這裡面也是很多 就很多故事啊 這個裡面 講到一個 講到一個故事又怎樣 講到一個簡單 是學你經的故事啊 就一個鳥好了 一隻鳥喔 你聽到比丘送經的 而升到天上的故事 怎樣講呢 我講一下 就佛羅時代 有位經濟用功修到了比丘 吃完後 吃完後就到那個 到那個 金色外圍 金型了 金型完畢後 就用功了 他在送 他這位比丘的聲音 非常輕揚優雅 尤其那送經的聲音 無比的鑽嚴 送經的聲音 無比的鑽嚴 可能送很大聲 非常鑽嚴的聲音 這時候 天空回來一隻飛鳥 天空回來一隻鳥 隻鳥 聽到這種如此鑽嚴的 那個送經的聲音 非常歡喜 就停在書上 升起那個功修心 聆聽這位比丘在送經 就用功修心來聽這比丘送經 但是因為他往生前是這樣 引領的專注 以恭敬心來聆聽這位比丘 送經而已 就馬上什麼 升到什麼 道立天上的 道立天啊 第二天道立天上 而且相貌當正 就這樣 說文化 聽經而已 功德就這樣 聽送經的功德就這樣 然後聖上畫出光明相 其他天人就沒有相比 這時候 這部天人 感覺到 他都有具足五身通 他用什麼 宿命通 觀想 我為什麼能夠升到道立天上呢 哇 原來是因為 我是何種陰眼 能夠升到天上 用宿命通看 原來是過去認識一隻鳥 因為 寧終前 聽聞比丘 送經 內心歡喜啊 所以才能如此的福報啊 是因為 聽比丘送經就如此的福報 身為天人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天人呢 帶著感恩的心 就帶著天 帶著無數的那個花 天上的花 來供養這個比丘 這樣 這比丘 這個比丘 你為什麼要丟給你啊 就是這樣 然後這天人就如此 叫過濟生 因為聽喔 過濟生啊 因為聽你送經的聲音 內心歡喜 就出來 被 因為臨終前的營業 發喜啊 聽聞這個送經的聲音 發喜充滿了心 而生到什麼 道歷天上 是這樣 這時候呢 這比丘聽了也歡喜 就被對這個 就對這個天人呢 講說什麼 世生地 虎極面道 知古 斷極 木昧 修道這個花 這天人這樣 也是這樣 心開義絕 而認得什麼 出國的境界 這樣 不可思議 這裡面呢 這個佛陀說 佛陀就問了說 佛陀 不 歐蘭諸子就請教佛陀 費什麼 這隻鳥 只是替我們比丘 送經而已 就可以生為天人呢 又認得什麼 出國的境界呢 出國的境界呢 這佛陀說啊 這佛陀說 佛陀說 如來所說的法 這金啊 算是送經的 那個金是什麼 不想聖聲 唯妙殊聖的 本來這金 唯妙殊聖的 只因為聽了比丘 送經的聲 對這個法音 感到 法喜充滿 所以能活到 無量的福德 何況是人 鳥就眾生 畜生類啊 文法就聽到這個法 法喜充滿 得到無量的福德 何況是人呢 如果有人 能夠對佛法 有鑑定不移的信心的話 這不移的信心 透過文詩的訊息 才有鑑定不移的信心 而且能夠什麼 此次以恆的 信聰奉行 就是能夠依解其行 就這樣 那麼所後的勾報 是無可計量的 是這樣 畢竟是言勾 操位置隻鳥的 那這裡面 佛陀說說 我們如果是人的話 要信心怎樣 對佛法有信心 意思呢 鑑定不移的信心 透過什麼 文詩的訊息 文就是聽文教理 自己學習教理 然後什麼 如理的思維 什麼如理的思維 不斷的思維 思維再思維 深入的思維 才能夠堅定不移的信心 信解之行 那能夠持自己 能夠一一解其行的話 火的勾報是無可計量的 為什麼 種子起線型 線型又新種子 對不對 種性相信之下 那個種子的力量更大 所以功德更大 是這樣 那時間關係 我們就暫時 暫時講到這邊 先下課 好 剛才我們討論到這個 請轉法輪 那這裡面呢 這個就是那個 燦公所講的 轉法輪三個一 就是 剛剛我們講過那個 這個四棟弟子 心中能夠起魂師修 就是請自信佛 轉法輪的意思 那裡面呢 這個大概 我們先把這個 含義講過了 我們再看一下 像看那個 是同樣的副表 就是上次的副表 第六頁這邊 看一下 法輪玉玉對照一下 這個法輪 這個就是像 轉輪聖晚的什麼 倫堡一樣 就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呢 就是能夠摧毀 煩惱的意思 他因為本身會怎麼 變眾生呢 透過這個 文師的循序 能一解其行 能文師修 總之其現行 現行行總之 總現相應之下 就把那個煩惱 就不現行 當不現行的 就意思 因為總之其現行 現行行總之 怎麼意思呢 大家了解吧 現行的意思了解 現行 了解嗎 就表現在 身口欲的行為 是 這叫現行 因為這個總現行 透過總現相應之下 這個 就是總現行 就是能夠 把他開啟 這個種子的勢力又越來越強大了 自然而然 這個 本有的智慧 就慢慢現行出來 也是這樣 意思就是 整個摧毀 潑腦 夜戰 暴障 這三張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 臉平的意思 怎麼臉平呢 就是把這個 這個也是透過文師修 然後把這個 道路什麼 道路什麼 沙利 荊棘 臉平掉 是這樣 從佛法的角度看 這個三世 心地 怎麼講呢 我們心就是道路一樣 我們心地有什麼 房屋中心有什麼 種種各式各樣不同的 煩惱 貪嗔痴的煩惱 透過這個 裝法 心中能夠轉火輪 心中的話 能夠把這個 這些 心中的煩惱 臉平掉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生活平等 是能夠誤導什麼 本來是眾生跟佛 我們 生活是平等的 是這樣 本來是有我相 人相 眾人相 受我相 就透過這個文師修的心形 這時候你能夠達到什麼 生活平等的 空有病人 空有病人 空有不二的境界 空有不二的境界 能夠提味到空有不二的境界 厭親平等的意界 厭親平等 他沒有自信的 是這樣 那接著呢 應轉的 這應轉的意思呢 本來是 皇屋中生什麼 是 生生妹妹的心 通過這文師修的心習 就把這個 生妹的心 什麼 不生妹妹的心 是這樣 就應轉的意思 那應轉的還有一個含義怎樣 就是 因為你 能夠把生妹的 有肉的心 轉成為 無肉的不生妹的心 是因為 也是藉由文師修的心習 能夠讓我們 從生死的死亡 印在我們到達成 內凡的彼岸 這個意思 就是 換句話說 這應轉的意思 能夠 轉式成志 轉式成志的意思 這上次以前也講過 這個第六四 人之 心或無我為首之 第六四 人依 親親信為首意 第六四 人修 信念慈明為首修 第六四 修職信念慈明 人勳 第八四為首勳 然後第六四 修職信念慈明怎樣 人轉 無成之 就是妙觀察之 為首轉 就是通過這個 不難欣喜這樣 把這個轉色 轉這個第六四為首 妙觀察之 這個意思 結果那個應轉的 這個含義 就是你不難欣喜佛法 就這樣 漸漸的能夠轉迷為物 乃至能夠 轉活成説的意思在這裡 這樣 以至於最後成説離苦得樂 這個應轉的意思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把 就把這個轉活人的含義 跟大家報告了 然後接著看一下 請回到 講表 第四三頁這邊 我們看 殷勤其說 殷勤其說 這時候因為 這個第四天 大王天晚 他們代表 三界中心來請佛說法 這時候請佛說法 這裡面會講 身口齊話 還有身口色意 就是藉由聖業 口業 來交互眾生 藉由聖業 藉由聖業 來求化眾生 身口齊話 這兩行 一起唸一下 以佛由部 佛弘而吼 以佛由部 他也是他成佛了 就是他成佛 以佛是人 以佛又不是 但是他是以 在說明上 以聖業 來交互眾生 以佛 這個由部 就是表現出的 行住坐臥 得四位移 以行住坐臥 得四位移 來交互眾生 我們說佛羅威移 你要行 行什麼 行如空 行住 住就是約站立 站立起來像松樹一樣 立如松 就這樣 行住坐 坐如什麼 坐如鐘 因為佛弘解僵 如解僵物坐 就酸盤腿 是這樣 像鐘一樣 坐如鐘 握 握如宮 像宮 即將握 右膝 因為那個就像右方 這個就是你那個 右手 佛弘是 右斜握 佛弘是這樣 大概就即將握 佛弘是以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 它是以聖業 來交互眾生 行住坐 如理 何無微矣 來交互眾生 以聖業來交互眾生 來講 下面是以火業來交互眾生 以 就是佛佛而佛 這個就學習 他也是 因為他是等級菩薩 他學習佛弘的獅子猴 火就是獅子猴 這個佛就是庇域來講 庇域 這佛就是獅子猴 為什麼呢 神叫獅子猴 就是 你聽到獅子猴 獅子一猴的話 擺說什麼 正經的 擺說很正經的 因為佛那獅子猴 有那個大威力 所以以獅子猴來比喻 比喻佛的說法 比喻佛的說法 那樣 佛一說法 就讓一切外道 把外道 那些鞋子鞋 都糊住掉了 讓一切外道糊住了 等於獅子猴一樣 是這意思 佛的說法 就像獅子猴一樣 就像獅子猴一樣 這意思在這裡 獅子一猴 百獅子猴 就是那個正經的是這樣 說他這個 說學是誰 他自己現在 也是這個位等級 法師博士 學佛的獅子猴 和猴 這猴就是P 學佛收法 而收法 學佛收法 就如同 他學佛收法 就如同什麼 佛在收法一樣 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 這猴 獅子猴 他表達意理 表達意理 就獅子猴一樣 一定讓人家 有無謂的威力 讓人家 能夠享武外道 是這樣 那下面呢 從寇華谷 崔華樓 指法劍 劍法床 劍法雷 要法店 出發儀 演法式 在說明什麼 佛佛合的意思 這佛如果獅子猴 佛是如何獅子猴的呢 是怎樣 那佛說法 怎樣如何獅子猴的呢 第二個 寇華谷 這個谷呢 有種緊結的意思 緊結啦 本來是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這個習記什麼是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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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誒 可以 你聽到佛說法就能夠 世妃的意思 這個劍也能夠除去一切煩惱 所以因為是透過文師修 待會修慧 就是這個劍能夠除去一切煩惱 除了除去煩惱 就是我聽聞佛法能夠起修慧 藉由能夠依解其行 依文師剝勒 起官叉 就像這個剝勒就像 官叉剝勒就像那個劍一樣 能夠除去一切煩惱 劍法床 這個劍法床約什麼 約正惠 正惠來講 請大家看一下 順便看你的也是上次的護表 第七頁一下 第七頁一下 看一下 話題比較清楚一點 第七頁 劍法床是因為你聽到佛的佛說話後 因為你已經除去一切煩惱了 所以能夠誤正到佛的法 誤正到佛的法 所以能夠高速法床 這法床高速法床就是你那個見解 因為你誤到這個 你能夠除去煩惱的話 所以能夠聽完高速法床是你正到這個智慧的 正到這個智慧 剝落智慧的 所以能夠高速法床的意思 下面呢 這說明示示外智 示外智 就是佛的說法 這佛的說法 這個佛的說法就像正法的一樣 就是能夠 這個佛表示說他的法能夠 因為這個佛說法就能夠通達 我說這法叫什麼 法外治 就說這個對能夠通達諸法 就是他對這個法是沒有障礙的 沒有障礙的 這個治啊 就治對就是說本身能夠 對這個法能夠得志於心 變才 就是能夠能夠講 從口說出來 沒有就能自然的湧 就是像泉水一樣能自然湧出來的 就變才 所以說正法就是這種法外治 他能夠通達諸法 因為佛說法就等於他能夠通達諸法沒有障礙 就是無法外治 藥法殿 這藥就是藥 是照藥的意思 照藥 就像殿一樣能夠對這裡面講義外治 就是說佛講的法 對種種義理是沒有障礙的 義沒有障礙的是這樣 意思是義外治 那住 這個住不是術喔 這個住 住 住做了住啊 檢舌音啊 這個住 住叫降下的意思 降下 降下什麼 降下法就是什麼 佛說法就像天上降下一樣 佛說法天上降下一樣 表示他延遲是沒有障礙的 他講法是沒有障礙的 是這樣 延遲沒有障礙 延遲 延法師就是誒 以法布施 以法布施眾生 眾生喜歡聽什麼話 佛就講什麼話給他聽 就能夠應激受法意識 所以讓眾生能夠聽得法喜充滿是這樣 要受無外治 能夠應法師 意思是說能夠應眾生的根基 講錯佛法 眾生能聽得內心歡喜 要受無外治 要受無外治 這裡面是講 佛陀為什麼說明這八種 八種是在說明著佛 佛說明著佛 就是佛的絲綢 為什麼在說明佛佛 偶佛的意思 佛的說法是這樣 從能夠讓眾生生起文慧 來自他能夠表現佛陀 前面四個是說明讓眾生能夠生起文師修正的正慧 對 下面四種是什麼 說明他的佛陀無外的變才是這樣 下面佛陀四種無外的變才是這樣 這裡面大家了解了 我們看對照那個副錶 那個第七件那邊了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佛陀總結句話 長以法陰 絕渡世間 長 這個長就是恆常住的 沒有間斷的意思 就是那個時空無盡的 就像那個所謂虛空虛境 眾生虛境 眾生虛境 眾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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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法的意思就是以種種的說法 結悟一切世間 結悟什麼 一切世間眾虛 就是能夠讓九法戒中的人生能夠結悟 讓九法戒中人生能夠結悟 能夠依法 依解其其 那個意思 就是這個 結世間這個意思 好 這裡面我們就生虛其話 接著我們看第二個就是生虛色意 就如果色化眾生 得到 色化眾生 讓他得到佛法的利益 是這個意思 這個生虛色意也分成四顆 那我們看一下 看 看看有生虛夫母 利女邪業 利十四頁 他以這個佛陀來 以生虛來符某 符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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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符某 天某 看起來是天某 讓他離開 那個不正的行為 是這樣 這一行 一起唸一下 大家好 國民普照 無量佛圖 一切世界六種震動 總色魔界 窦魔宮殿 眾謀色部 莫不歸一 折部 對不起 眾謀折部 對不起 色部 色部 對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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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我這個找一下 脈文 好 我看一下 這裡面分成兩部分 第一 官民 普照 無量佛圖 一切世界 就是佛的說法 他說法的時候 身體 就是說身體會放無量的官民 就是他這裡面 身體會放無量的世界 佛世界 就是佛的官民 它第一個 身體會放無量的官民 就是他身體會放無量的官民 能夠放無量的官民 震動 就是說他這個在說法的時候 能夠有六種震動 一切是六種震動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 以震動 剛才講過 這個震動 就說法 能夠讓我中生體會啥 一切是什麼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境界 第二個 這個六種震動 第二個 當中生人 身體敬畏之心 身體敬畏之心 表現神通之感 這時候佛在敬畏之時 佛受啊 眾生才能夠 才能夠什麼 得力是這樣 上次在那個 上次復表講過了 在那個什麼 應該在哪裡 請大家換到第五頁 第五頁看一下 第五頁那邊 我想再講一下好了 這三行 大致論 第五頁有沒有看到 大致論 第五頁就同樣的復表 第五頁有沒有看到 這上一起念一下好了 唯佛四尊能力大地六準眾動 一令眾宣之一切皆空無常故 互賜如人亦染依 先去成土佛意如是 先令三千世界眾生 見佛神力 盡心柔軟 難破收法 事故六種動地 大概這個意思了 第一個 我就不要講了 大概講過了 就是這個意思 佛陀 再回到這個講表這邊 這佛陀在講法的時候 他以光明來做佛事 第二個以什麼 以六五種動來做佛事 是這樣 然後這個在下面 這個是要射弧處磨戒 怎樣 這裡不是祥磨 這並不是八項神道祥磨 是這樣 總射磨戒 這什麼意思 瘦射 因為呢 讓這些總射就射受 有種射弧處的十番世界的磨 磨境界 磨境界的意思 什麼磨境界 這磨境界當然是也可以包含什麼 環繞磨 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內磨外磨 就是類似那個意思 總射磨界 內磨就是我們內心的貪生痴 外磨就是我們所謂順境界 逆境界來講 就是說這個總射磨界 是讓他能夠有一種 我們講的氣血貴正 能夠讓他不要申起那種 要申起那種自立立他人心的意思 總是有一個享武的磨界 藉由這個佛陀的光明像 還有什麼 他的六五種動 來射受這些 射受我們十番世界的磨境界 就是讓眾生能夠的捨立這個 內磨湯汁的煩惱 還有什麼能夠 能夠對這個外境界 外境逆境 外就是對這個外磨 順境逆境 不過申起什麼 愛以真其子 逆境我們這樣 申起承認心 那個順境界 申起愛著心就是這樣 不申起什麼 愛以真其子之心的意思 就是這樣 總射磨界的意思 然後申起那個自立他人 那個普利心的事樣 然後動磨供電 這動磨供電 我們就看到 這個動磨供電 那你們看 就是類似外磨一樣 好像看 那這個磨供電 就是那個磨供電 就是類似那個 第六天的 那個塔瓦之間的供電 動起來 要動 因為六五種動 一定會動到它 讓它動搖 要動供電 就是其實 就是 我們說內磨 本身也是 可以讓我們這個 不申心 這個磨 就藉由這個 六種動 還有光明像 來那個 讓這個 這個 宮殿 搖動起來 是這樣 那這裡面 下面這個怎樣 說明了 這個重磨得到利益的境界 現在 重磨折步 這個折步 這個折 把它給射步 把它射步 這個查得是恐怖的意思 恐怖的意思 恐怕 恐怖 驚恐的意思 重磨 這實際上我們講 那種 環老 可能講環老模 都是驚恐的 沒有什麼 不歸福 莫不歸福 歸一 幸福的 就對這個 對三寶怎麼歸一 歸什麼 歸在三寶上 莫不歸於三寶 莫不幸福於三寶上 是這樣 也就是說 既有這個 佛奧德的觀明像 做佛式 還有這個 六種動作之故 所以這些 這種調悟眾生的 初從環老意思 也可以這麼講 從理上是這麼講 從事項上 我說可能是天謀 gesund 但是從禁界 從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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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 就是能夠調 thirteen horizons 根本 可 transcript 千明明說 Path 口液破血 第一個是深夜 佛羅在早上火的深夜 藉由他的光明像 還有六龍振動 來享無磨液 就是我們四象上就是 四象是類似天魔 從理上來講是我們內心的煩惱 是這樣 然後看一下第二個是口液破血 令你煩惱 口液破血 這個剛才是深夜 這是口液 口液怎麼 口液怎麼破除煩惱呢 那這兩行一起唸 國內邪法 消滅諸賤 善諸成老 敗之亦勸 嚴復法成 開禪法門 洗濁闊屋 賢敏清白 官榮佛法 先留正法 這國就是以手掌集之 國 手掌集之 用手掌來打國 比如說國人家臉 打人家 用手掌打人家臉龐的意思 有那個意思 國 所以國內是打破的意思 打破 打破那個邪網 這邪網就是心外的邪法 邪網 邪網就不正 邪就是不正的意思 就是心外的邪法 這個邪網就是一些什麼 就是譬如說邪之邪賤 就是這意思 邪之邪賤 譬如說報英國 譬如說邪之邪賤 心外的邪法 這怎麼講 心外的邪法 消滅諸賤 消滅成信念的邪賤 譬如說消滅成以前印度96種外道的無音言論 譬如說 譬如說他們講的是人死如登媚的意思 心內的邪賤 不過就打破這個心外的邪法 還有心內的邪賤 就是這樣 這是約什麼 賤或約約見過來講 因為這邪法就像網一樣 把眾生的迷迫住是這樣 然後消滅那個內心的邪賤 然後這裡面是約本身的那個見解 見過來講 下面約什麼 約那個施貨來講 這個善 就是善掉這種眾生 以 藉由說法 破除眾生 善掉就是破除眾生的 成老叫什麼 煩惱 破除煩惱的意思 就藉由說法 因為眾生能夠 藉由說法 能夠破除眾生的 對這個色身相會處 色身相會處的六人境界 生起了煩惱 破除他們的煩惱 對六人境界生起了煩惱 就是散出塵惱 散出塵惱 散就生鉤 壺鉤 散出塵惱 為什麼呢 這個 壺鉤就是因為對這個無意的境界 灘走壺 就生鉤 像生鉤 生鉤一樣 怎麼講呢 這壺鉤就是你產生愛意之心的話 為什麼 感到什麼 三二道境界 是這麼講 為什麼呢 這個在佛說迅章經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 譬如 刀不斷有蜜 小而續之的 只有割水之外 譬如 刀不斷有蜜 這個刀上有個非常甜的蜂蜜 不足一餐之美 他女孩子說 不足一餐 不過一餐 一點點的蜂蜜而已 但小孩子呢 因為小孩子是天真 不曉得 他以為這個蜂蜜在刀上 想要嘗一嘗 只有割水之外 割到什麼 自己的舌頭 是這樣 雖然你嘗到的美味 嘗到無意之樂 雖然你嘗到無意之樂的美味 但是呢 有割掉舌頭的個換 就這樣 不割到舌頭的個換 這怎麼講呢 雖然目前想說無意之樂 蜜蜜好不錯 這個色身香味出了境界 但是呢 是未來什麼 感到什麼 未來不可樂 感到什麼 傷了到境界 就是這樣 所以 壞諸益欠是在破除 我們對這個 破除我們對這個武意 射身香味出的境界那種 貪討的形式這樣 壞諸益欠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益欠就和那個三豬成老 意識都一樣 因為我知道呢 延誠益欠經有一句話 當之輪迴 愛為根本 猶有諸意 諸豪愛心 事故人力 心也相信 當之輪迴 愛為根本 這愛什麼 對這個 我的境界 對正報的身心 依報的我所境界 愛著心 這是禍義 輪迴 愛為根本 輪迴 愛為根本 就是這個意思 對我和我所境界是愛著心 當輪迴 是輪迴的根本 猶有諸意 諸意是什麼 對這個 射身香味出的境界 產生愛著心的話 猶有諸意 諸豪愛心 能讓那個愛著心 這個for 是煩惱的 能夠諸豪愛心 能夠生起那個愛著心的話 你對這個無意 生起無意的境界的時候 你對我愛著心 更能夠迷惑 是這樣 猶有諸意 諸豪愛心 事故人力什麼 慎相信 當你不斷流轉生死而已 是這樣 因為當我們對這個無意境界 生起愛著心的事 因為第六四 起現行的時候 你愛著心的時候 就不斷訓練習 不斷訓練習第八四了 就這樣 就這樣 不斷流轉生死了 就怎樣講 我第六四的 練練起貪生死的時候 就不斷訓練第八四了 第八四 就練成什麼 善大道境界 也是這樣 就用意境的這個意思 欠 就是未來 因為你這個深溝 越來越深了是這樣 那你不要 所以透過這個 這個說法 轉好人之後 讓我們在散掉我們對 成老散出這個對 六成境界的愛著心 乃至對無意境界 這個境界破除掉了是這樣 所以才會被感到什麼 那個善大道境界的意思 這個意思 破除我們那個 就是破除我們的 無意境界的愛著心 這個意思 下面呢 下面是怎樣 就是 剛才下面就是破邪 第一個 下面就是 以如為 來於 下面就是來 就如為付辭 這個如來付還 就是 下面是以戒法來說明之 怎麼講呢 嚴護法成 開場法門 這個意思在這裡 這是怎樣 以戒 這個怎樣 嚴密 嚴密的保護法成 這覆法 這法怎麼講呢 這些有兩個解釋 我先講 第一個解釋 先講第一個解釋好了 這法就是正法 就如來正法 你覆持這個正法 就像什麼 覆持自己的國 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都城一樣 就是你覆持如來正法 就是這樣 好像覆持自己的城市一樣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是怎樣呢 聽唱功師講的 他說 這個城 覆法成 這個法 就是什麼 我們的 普利心 我們的普利心 法就普利心一樣 這個城 是什麼 紫金城 紫金城 就是紫金城 什麼是紫金城 我們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盈 不邪盈 就是紫金城 我覆持這個 我好好保護這個城 這個紫金城 就是我這個不殺身 不偷盈 不邪盈 那城裡面 外圍什麼 覆城河 覆城河是什麼 遮戒 方便戒 就是我還不受死 我還不受死 我還能夠 不做一些什麼 一些那個 譬如說不飲酒 也是歡便戒 我不飲酒 不做一些什麼 那個一些 就是說 歡便戒怎麼講 譬如說 我說講 如果歡便 殺命世界來講 不非死死 不非死 不做 不走向外慢 不走向外慢 還是不光 就是說你不看 不光 就是說你不看一些 看一些 那個這種歌舞唱劑 不聽歌舞 不唱那個 不聽不唱歌 不聽歌 不聽世俗的歌 那些 就是說那些 不非死死 那些都是歡便戒 做這個戒 這護城河 那紫金城什麼 就是 四根本戒 四根本重罪 就是什麼 不殺真 不偷盜 不邪盈 就是臣一樣 這個臣要護士 保護起來 保護這個臣 不照做 殺到一萬的事情 就是我藉由這個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盈 還此我不照做 殺到一萬的事情 事情是這樣 這個臣有一個意思 就是臣 那如果說你 你犯了戒 你如果照做的話 殺到一萬的事情 這時候 無敏 行進 攻進 這無敏 攻進城裡面 這破壞了什麼 你的普利心是這個意思 所以 援武法城是因為 我透過了 戒法的授辭 有些含義 這個城就是 有些 這個城 能夠 我能夠藉由這個 戒法的授辭 這個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 不妄疑的城 執我 執金城 援武保護我這個 普利心的法 正法是這樣 因為如果 你沒有好好的守住的話 我們這個普利心 就被無敏煩惱 攻進去的是這樣 這個意思 這個第第含的意思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 開禪法門 開禪就是 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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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示 轉示 無量的法門 譬如說 這個法門 當然很多 大概是什麼 六度 六度旺恨 如果 廣說是 無量的法門 就八萬四千法門 就是 怎麼講法門 就無量的法門是這樣 那再來 這個法門 這個講這個 說法目的 就逆中在離環腦 洗濁 扣污 就把我們 洗濁就是洗滴 洗濁 這洗濁 讓眾生能夠 無聞師修 能夠洗濁他的 承扣污染 承扣污染 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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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掉的話 你那照天照妮的地 就顯現出來的 說顯明清白 就把我們 本有了清白的心地 就顯現出來的 顯明 本有了清白的心地 就顯現出來 是這意思 就本來我們本有清清心 是被什麼 我执法子的 污垢 帶污出 今天透過這個洗濁 這個修得 就是這個 這個裝 這個洗濁就是修行 洗濁這個 這個修得的修辭 比如說你修什麼 布施慈戒 就是洗濁意思 布施慈戒 就是你修信念知名 也是洗濁意思 藉由這個洗濁的修得 除去什麼 我执法子的寇污 就把我們的 本有的 清清白白的心地 就顯現出來的 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所以修行在這裡 修什麼 破除什麼 我执法子的煩惱 是這樣 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 觀隆佛法 心流正法 觀隆 觀是代表著 佛得了自費 就是說 這個說法 就像自費光明一樣 光自費的光明一樣 能夠什麼 用光明來 融合什麼 融什麼佛法 它是融合 能夠融會關中 世間法 把它把這個世間法 融合關中 融入於什麼 佛法裡面 就藉由這個自費 把這個世間法 能夠融會貫通 把它融入為什麼 佛法裡面 是這個意思 這個光明 佛法 不要融合是因為把 你透過你的自費 這光明代表著意 光明的自費 來 融會貫通世間法 融會貫通世間的上法 這樣 要貫通 因為能夠融會 把世間的上法 融會貫通後 然後入於什麼 佛法裡面 是這樣 那把世間的上法 融入於佛法 目的怎樣 信仰正法 所以你看 信仰就是能夠 信仰流通 使眾生能夠得到什麼 就得到正法的利益 就是藉由這個 信仰流通 使眾生得到這個 就是能夠得到正法 教化的利益 這句話就是說 能夠得到正法 教化的利益 要去信仰 把這個能夠 信仰流通 使眾生得到正法 教化的利益 這個意思在這裡 這裡面 觀容佛法怎麼要講呢 或許我講一個故事 或許大家可以 比較體會到 這裡講一個故事好了 觀容佛法的意思 它能夠 能夠把世間的上法 融合到佛法 在佛法裡面 使眾生得到什麼 正法教的利益 這個故事 是出自於 一部經典裡面 就 舊雜屁肌裡面 在佛羅時代 有一位 有一個 就印度 有一國人民 性情非常剛強 不分男女老幼 都是什麼 胸抱藍條 非常剛強 就剛強藍符的個性 胸抱藍條 所以遠近的靈果都知道他們 惡劣的行徑 有一天佛斗 就帶著他 這些 大地什麼 五百多幻 就帶著這一國的靈禁果 這個都地你們都聽到 這些國家 人民都很難挑難虎的 很難挑虎的 都希望 都是有慈悲心 他們希望 用國法來挑虎 來度換他們 他們 這時候 神通第一的莫敬順順者 他就顯然站起來 就向 走到四人做錢 就說 很恭敬的 常委和長說 四人啊 弟子想要向七警 要前往這一國家 來度過他們 當地的人民 佛羅說 也慈悲的頂頭 也讚許 你在弘揚火華的話 要以善言欠慰 不要讓他們因為說 不受教 而遠遠相向的 那五路的欧敬 他們還要造惡業 罪很大的 這個木戒順者 就帶著慈悲心 前往該國 教誹他們 秉著佛陀的教誹 很耐心的 用心的教化的人民 結果 這些 亡顧惡劣的國人 不加理費 仿佛罵他 露罵他 露罵這個尊者 這尊者 這尊者 只好這樣 可以還回佛羅駐治 這時候 這社立 這時候 佛陀 沒有辦法教化 這時候 就派了什麼 這個尊者 這社立有尊者 自衛第一的社立有尊者 社立有尊者 社立有尊者 就是來到佛前 他好像 因為他看到這個木戒尊者 敗心而歸 所以他也 慈悲心 想要去教他們 這時候 跟佛羅講說 師尊 弟子 想去度化這一國的人民 請答應弟子 前往 讓佛羅能夠在此地 能夠就像心流正化 這時候佛羅也是一樣 答應他了 這個尊者 這個社立佛 智慧第一尊者 滿回了慈悲心 去度化 出發了 但事情是沒有 社立佛尊者那麼順利 也這樣 當地他每天是 不聽從他的教法 而且 唾擊他 怒罵他 真的也是這樣 無功和萬 也是回 這時候 其他地什麼 頭頭第一的 大家尊者 也去了 還有其他 五百位大陸萬 一一的前往路化 這每一個歐羅萬去都不為 所以 至於國人民所接受 同樣說到什麼 欣昧 怒罵 毀謗 等等 這時候 歐蘭主席 大家知道 這次 很替 很替 該國人民擔心 因為他們毀謀活活 怎麼這樣 七萬星對 他們都以這麼七萬星 而且怒罵 五百位羅漢 罪也很難當 是天地不容 這佛 他就 尊者歐蘭就請教佛羅 怎麼 應該怎麼幫助這個農民 讓他們倒向正道 這個佛羅就很慈悲安詳的 萬哲歐蘭尊者說 雖然這一國人民似乎無藥可救 但是 武漢大菩薩們 看他們這位五百位 跟 看他們 看這位 好像不可救藥的人民 和五百歐羅漢一樣 都怎樣 都是 都是不義不義的 因為佛羅在佛羅 連觀是 生活平等的 生活平等的 總之不義不義 就是生活平等的意思 看到他們 因為佛羅看到什麼 每個人都有佛心 都是親近的佛心 是親近的佛心 是親近的佛心 是這樣 這時候佛羅的說完後 馬上派誰 派誰 智慧第一的 大菩薩裡面 智慧第一是誰 文殊菩薩 就派文殊菩薩去了 去渡過當地人民了 這位文殊菩薩 就和五百位羅漢不一樣的 他怎樣呢 他去那邊沒有 就馬上洪洋火火 他沒有辦法從俗地下走 從世間的善法下走 從世間的善法下走 從世間的善法下走是怎樣 他怎麼下手呢 他用什麼 在普行十大頁 第二的什麼 一的什麼 二的什麼 稱讚如百 就稱讚如百 他這樣 他用這個文殊菩薩 用心的看到每個人的優點 都加以讚揚 比如說好了 哇 這個人工作非常奇怪 都孝順父母親 讚嘆他 這個有人盡忠職守 對這個工作盡忠職守 不只辛勞吧 這個每個人 這個人很有智慧 能夠排解大家的一些紛爭 我就讚嘆他 就這樣用讚嘆 這樣 然後文殊菩薩 然後朋友到國王裡面 到這一國的國王裡面 就向國王面前讚嘆 讚嘆什麼 哇 你們這個國家 每一個人民 哇 都是那個盡忠職守 像工作 認真工作 哇 很想勤勉的工作 哇 這些人你們都是大王 都是因為你的德政彰顯 所以人民如此的是什麼 純樸善良 讚嘆他 你看 講得很好 那個叫什麼 愛儀 我們說布施愛儀 力行同志 愛儀的話 講得很多 你看 就菩薩 文殊菩薩有智慧 說文殊菩薩 在俗地上下手 世俗地 世間的善反 用這個也 也也是 說令人很煩喜 聽到很煩喜 不過這幾 因此不過幾天這些讚嘆的話 他讚嘆這些話 從國王上上下都聽到了 說傳遍什麼 國家的大家的小象 都知道 哇 大家都很非謂歡喜 哇 這位 大家都聽見 哇 這位菩薩非常了不起 竟然看到我的優點 能夠很貼切的 說出我端正的品德是這樣 端正的品德還有行為 大家都很欽佩他 就欽佩這位無數菩薩 所以每個人都拿著那些香花 還有什麼美食佳肴來吃嗎 或是一些非常好的衣服來看 來什麼 來到無數菩薩面前來供養他 我發現供養他 這個無數菩薩 這個人就是厲害的 看到實際成熟了 他就告訴這些來供養的這些人民們 就說你們供養我 不如供養我的導師啊 世家摩尼佛 世家摩尼佛 世家摩尼佛是人天的導師啊 世生的慈悟啊 你們記住 福慰兩舊尊 福慰已經記住了 你供養他的話 比供養我福報還大 這時候 這果人民 善根也現前的 聽了菩薩的欠導後 心生萬喜 好 既然說人間有這個不可思議的福田 那太殊勝了 那請菩薩呢 帶領我們去 請去供養吧 這菩薩呢 這文殊佛就帶他們 這個浩浩蕩很多人民呢 就帶他們到佛陀的地方 向佛陀供進 禮拜供養 就這樣 然後佛陀為他們開施法要 當下呢 這些人民這樣 乏起充滿 接著呢 正的不退傳的境界 就類似有那個出國的印界 一直在這裡 這裡面就是說 這時候呢 這三千大世界也是 做大震動 一切世界那種 三神 靈神 要頭 樹神都讚嘆 哇 無無處不愧是 發生大事 就這樣 善用什麼 善且歡變 來度過終身 就這樣 這裡面就這樣 你要說這個意思 這個故事就裡面 強盜就是你要 從序路律下走 這不簡單啦 關龍火法 這不是那個 我們口中講是 可以講 但是呢 事實上呢 不簡單切實 不簡單 這是我說 講一個小故事 跟大家互相勉勵 這是我們了解 關龍 以這個智慧 來 他也靠自己的智慧 來貫通 虛線上法 把這個虛線上法 融入到佛法裡面 來教到終身 才讓虛流正法 終身得到佛法利益 雖然你看 不可思議的境界 就這樣 本來是誹謗 誹謗什麼 歐羅漢的 怒罵歐羅漢的人 現在進來 經過佛羅開示後 成這樣 不脆轉的境界 你看 不可思議 你看 這個就是不可思議 這遇到什麼 這次人民是遇到什麼 無論是佛法之故 遇到佛羅之故 才能是這樣 好 我們去看一下 大概這個 關龍火法 虛流正法大概這個 含義就是大概這個故事 可以這樣了解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聖夜受功 聖的乎上 就是藉由這個聖夜 就是佛陀 這個拖波 讓人家 那個幾時 這個讓人家眾乎挺 聖的乎乎 讓眾生的生成福德 可樂果報是這樣 福善是這樣 這樣一起唸 露國昏味 霍至風善 除功德 是福田 在露國昏味 這裡面是這樣 因為今天是講 釋迦摩尼佛的話 露什麼 社會大臣 這個金剛記有一句話說 那個什麼 耳其世尊 耳其世尊 時日著衣 時波 露 露秀衛大臣 其實 就是那個意思 露聖 這果就是露秀衛大臣其實 如果說今天要這樣看 因為每個等 你看這些菩薩 法身菩薩 到每個 他們每個人的視線 到每個世界不一樣 今天是說我們講的是怎樣 釋迦摩尼佛來講的 如果他到某個世界 不一定是社會大臣 是這樣 你到某個世界是某一個國家 是露國 是這樣 露某個國家 因為在釋迦摩尼佛 露社會大臣其實 昏味什麼 脫波其實 昏味是 範語 這範語 這範語 分成中文什麼意思 脫波的意思 其實的意思 脫波其實的意思 叫昏味 那為什麼 昏味這脫波其實 本身這個 脫波 如果說比丘來講 今天因為 為什麼佛所在 那個比丘都在脫波 脫波什麼 叫慢心 是這樣 而且 所以你透過 第二個是讓這個 讓這個 你那個供養飲食的人 得到什麼 福田是這樣 所以你 但你起食的時候 要獲得這個 福的什麼 豐美的風善 就是豐富的飲食 善些飲食 那你起食 對不起 對不起 要負 不是負之風善 因為 負 負得了負 對不起 那現在寫 負得了負 不是負之風善 負 負得了負 這個 大師 文句 文句改過來 負之風善 負之風善 如果起食 獲得 種種 豐富的飲食 是這樣 那這裡面 如果是一般人來講 如果一般的比丘來講 你能夠得到 這個非常豐富的 那你身起什麼 感恩心 就所謂的 祭功多少 兩表一處 第二個什麼 身起什麼 昌貴心 存己得恩 全勤應功 存己得恩 全勤應功 常愧心 存己何得何能 作響什麼 彈你之思 就是常愧行掉 這樣 那佛的這個也是 因為對這個啟示 對這個啟示來講 實在是這樣 但是菩薩他內性 暗諸的 果空佛皇尊女 他是淋如不動的 他今天 知道嗎 上次我講過那個故事 那個什麼 摩家在眼 家在眼中的故事 有聽過了吧 但故事又是那個意思 縱然你得到 非常舒適的飲食 還是入入不動 吃飽就好了 縱然一到 得到不好的飲食 會要粗糙飲食 這樣 也是 吃飽就好了 也不會什麼 升起什麼 真恩心 不滿意心 吃飽就好了 就是一般的 所以佛羅人真正注重這些飲食 四十五關 因為善者什麼 歡喜利共 貪等為忠 不要生自己愛以爭取 對於好 自己 貪離心 不好的這樣事情 不滿離心 還是承認心 這是唯心所限的境界 夜力所限 夜力所限 不要他依次的心 就這樣 大家講一下 這個飲食就等於 歧視要這個 盆著要這種 內心要這樣 要知道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這樣 不要生起昏白心 就是了 除功德 除 除 這什麼意思呢 聚聚的意思 為什麼要起食 下面除功德 就是為了要讓眾生 供養飲食人 得到什麼 能夠聚聚功德 因為這個是就是一種 因為它其實 像這些比丘 乃是佛陀 它是一個福田 藉由你那個 你的供應飲食的時候 你知道嗎 增長你的功德 功德力 讓眾生的機器 機器什麼 功德力是這樣 增長你的福德之言 就是你 這個功德力 你要了解一下 這功德之言 你無我的心 無我的心 得到福報 無我的心 修持福德 你布施的時候 你是無我的心 你不要說 我今天布施是為了貪求什麼 可樂果報 就不要這種心 如果貪求 我今天布施這個什麼 是為了怎麼 有所求的話 就不叫功德 叫福德而已 這功德是以無我的心 來修持這個布施的功德 功德是這樣 以無我的心 來修持這個其實的功德 你如果我今天布施是 有所求是為了得到 可樂果報 是這樣 這就是不是 為了得到什麼 明文 今天布施 讓人家知道 布施 那就是有了得福報 就是福德而已 是這樣 所以功德這樣了解 算是以無我的心 來修持這個布施 修持這個布施的 公元的功德是這樣 然後四伏點 就是你今天 你深夜就是你這個 轉口人怎樣 你雖然你是口說法 但你身體這樣 來開始 顯示 顯示什麼 你這個起實 顯示眾生 能夠讓眾生 能夠重伏點 讓讓重伏點 顯示這個 你視線這個什麼 起實 來重伏點 來重伏點的意思 重伏點 因為重伏點的時候 眾生得到什麼 可樂果報 是這樣 重伏點是這樣 你視線這個起實 是讓眾生 重伏點是這樣 重伏點是這樣 重伏點是怎麼樣 你知道伏點 這個裡面 我想要講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更清楚了 這伏點的故事怎樣 是根據那個 鑽吉百元經 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也發生 釋迦摩利府的時代 有一位張哲 叫做 有一位張哲 他拆保物量 也是 也是 胡報力 拆保物量的張哲 他剩下一個女生 一個女 剩下來 生下來這個女 嬰兒 就能說話了 就像釋迦摩爾一樣 你看 出來就能夠長 左七步了 你看不可思議 就像那個 釋迦摩爾一樣 天上天下 就是類似那樣的話 出生就能講話了 而且家中 百味飲食 自然就是 種了飲食 充滿了飲食 就是 每個丸都充滿了飲食 不可思議的境界 那父母親看到這種情況 好像 在想中 他好像不是人 好像是鬼 就這樣是鬼 就害怕 不敢接近他 你看 生下來就會講 生下來就會講話 這時候 就開口說一個計畫 那個就不要講了 講了 意思是說我是人 不是鬼 因為我是過去業力所召感的 所以會講話 是這個意思 他說 他講了一些業力所感的境界 他講了一些事情 他講一些 他說 他就跟他 他就跟他最後講說 我今天是因為 業力所感之故 業力所感 業力因 我的 我這個情形 為什麼家中 那個飲食自然滿足 他跟那個 那個 西浦里尊者一樣 西浦里尊者也是一樣的 西浦里尊者一出生 西浦里尊者一出生 他家中的 精靈菜寶 自然都得起來了 自然都得起來 精靈菜寶 尊者西浦里也是這樣 不可思議 這個長者也是幸福的居士 信福的居士 聽他這麼說 這個女孩子的父母親就很歡喜了 不是害怕的 就抱著他 養育他 不如不一樣 這時候 你看 這個孩子 這個嬰兒又說話了說 請 請母兄 請 告訴他母兄 請 請替我 請佛 還有那個 大動生來 來嬰貢 來加嬰貢 請佛 大動生來嬰貢 因為他們信佛 佛就來嬰貢了 這個小孩子 嬰兒而已 這個女孩子就 就 就 渴養文化 馬上 佛所為他說什麼 四弟法 就是苦疾滅道 疾苦 多亂疾 目眉修道 心開義絕 這個什麼 出頭 就真的出國境界了 你看不可思議 這位嬰兒 這女孩 這個小嬰兒 小嬰孩 小嬰孩 長大後就告訴父母親 說我希望 我長大後能夠修行 這時候父母親就答應了 以後 之後長大後就 隨我出來 就叫什麼 山來比丘尼 叫山來比丘尼 這山來比丘尼 出家後 不久就真的 羅漢尼 我亂狗就羅漢尼 不是簡單 這位羅漢尼 有一天 世尊 就帶了什麼 1250位比丘 就是歐羅漢 走在曠野中 用餐的時間到了 附近都沒有失誤 這時候剛好 這個比丘尼也在 山來比丘尼也在了 山來比丘尼也在了 佛偉就跟他講 你今天可以吃色飲食來供養什麼 那 佛公養我們大家 道中生了 1250位的歐羅漢 這時候 這位山來比丘尼 拿到佛的波的時候 他馬上放到空中裡面 百味飲食自然隱瞞 百味飲食這樣 就衝 就波拿到手上的時候 那空空間拿下來的時候 波什麼 他媽媽 充滿了飲食 所以1250位的比丘 波中中 都有揭滿了 滿滿的飲食 百味的飲食 不可思議 你看都是這樣 不可思議 就經由他的手裡面 在他的手裡面 波裡面都是 充滿了自然飲食 充滿了百味的飲食 這時候 歐羅漢主者 他未曾有 哇 怎麼那麼殊勝 就請教佛陀 說這位 歐羅漢尼 你啦 過去是什麼福報呢 怎麼有那麼奇特的妙事 就在他手中 拿到佛陀 就是百味的飲食 現前的 就是靠他 因為佛陀就教他 他有這個 知道佛陀就要到福報禮嘛 什麼 白味說 為什麼那個 這個 歐羅漢尼就請教佛陀 為什麼這個 百味飲食 隨意他的念頭 就馬上現前了呢 這佛陀就講了 因為過去生 這位 上海比丘尼 過去是在佳瑟佛的時代 佳瑟佛的時代 就是 釋迦牟前一師父 就是佳瑟佛 他是一位 大乎長者的 逼 你逼啦 逼你啦 逼你啦 大乎長者逼你 你鋪人啦 你鋪人啦 那張者 這個張者 也是信佛的張者 施設了很多種種的搖善 白味的飲食 引擎賓客 剛好呢 客人還沒到 但是呢 因為佳瑟佛和他的一些大比丘門 佳瑟佛和他的一些大比丘門 佳瑟佛和他的大比丘門來起死的 這位婢女呢 可能有數四三根了 就沒有告訴主人 就爬前部的什麼 拿椅子前部來施設給佳瑟佛還有他的比丘生 那個比丘生們是這樣 這後來客人呢 那時候呢 沒有東西吃 這個主人就 那個長者就問他 準備了換菜到哪裡去了呢 這婢女就回答說 對不起啦 因為剛好佳瑟佛還有他的比丘生們來了 在門外起死 我就把這些東西呢 這些食物呢 全部都拿去布施了 這個長者聽了 不但沒有生氣 因為他信佛的記事嘛 非常溫習 哇 告訴這個婢女說 你代替我們共養三寶了 種族我 種族福田的 我感謝你 他也贊到關了嘛 我現在就讓你自由了 誰以所求 誰你要 這個婢女說 他要出家了 這可能過去生的數三根 長者都答應了 這個婢女 這個婢女就是 這個女仆人 隨著什麼 家是有出家 但是他沒有成就生到 他福報是怎樣 不斷而散了道具 在天上人間裡 享受什麼 百味的飲食 而且是 隨心所欲 一念其之 就是那水 你心想什麼 他想一想 飲食又是罵獻情的 他福報裡面講的 這個裡面講說 他的福報 從加色佛到釋迦佛 都沒有間斷 就這樣 自然在他 他想要福報沒有間斷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次遇到釋迦佛 因為他的洗手供養 這第一個 還有他出家修行 正在歐浪狗 是這樣 這裡面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他這個伺服挺 就是這個 就是讓眾生 體會到 就是你要供養 你要供養你實際上 你看一下 我們心有沒有親近 在以無我的心 這個很重要 就你要以無我的心來 來布施來供養 供養 這個叫深重 或是很重要 重點在這裡 那時候說為什麼 他把全部的飲食 來供養什麼 加色佛 他什麼 他的比舊生門是這樣 是這樣 這裡面這個故事在這裡 開示就是能夠 應眾生種福挺的 這個意思在這裡 好 這個故事在這裡 好 我們來繼續看講 第四個 口悅說法 逆修出道 這才是佛頭的本意 這樣一起唸 欲宣法獻心效 以諸法要救了三苦 顯現道義無量功德 受菩薩祭 成等正絕 這欲宣法 就想要 就是口悅說法了 目的 這佛頭 我們說佛頭 出事崩壞 就是 說法令寫脫 是這樣 出事崩壞就是說法令眾生能夠寫脫生死 想要訓諒佛法 憲心教 為什麼 你看佛頭信那個 內心翻習 信就內心翻習 信是微笑 為什麼 因為 知道 是因為眾生能夠 藉由文法的功德 能夠 卸了生死 所以說法內心翻習 而笑 微笑是這樣 憲心笑 內翻習 翻習 高興 微笑是這樣 是因為他 佛頭 因為眾生能夠 悟脫生死 能夠 離苦得樂 乃之後 轉世神智 就這樣能夠 受佛的微笑 這樣 那什麼 這裡面他怎麼說法 以諸法要 就有三苦 法要 法就是種種的法門 種種的法門 藥是批義說 藥是批義說 你看佛頭有很多批義 師侯 佛佛 佛佛佛 師侯就是說法意思 這個藥就是法門 不要批義說 我們知道 應病以藥 應眾生的病 給什麼 藥就是法門 眾生有 比如說好了 眾生有 比如說貪益心 貪益心 盈益心很重 用什麼 用不禁法門的藥 用觀生不禁 觀生不禁 觀生不禁的法門這個藥 讓他能夠生起不禁 那麼被這個 比如說懶對你 就不會生起盈益心 就這樣 法就是一種 類似藥 是用對治什麼 眾生的病 我們說煩惱就是病 煩惱就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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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類似這個法 以這個法 當作藥 用藥就是批說 以這個法門 對治眾生的 種種煩惱是這樣 救了三苦 救了三苦 我們看一看 救了三苦 救把治療 眾生的三種痛苦 是這麼講 是怎樣 把眾生能夠救出 能夠渡出三界的意思 把眾生能夠拖出三界的意思 是這樣 有沒有知道呢 苦是果報 為什麼有苦 這苦是果 知苦斷疾 是因為起負招會來的 所以才有 三苦就是苦苦 後來苦行苦 這快樂是因為來 是有起負招會之故 就是 它也經濟是因為藉由這個法 可以藉由這個 種種煩惱的藥 把眾生 把眾生能夠 渡溝出去 渡溝出三界 是這樣 它就有三苦 不是說 但我們從無謂自治的 可以藉由 能夠拔 救拔 治療眾生的三種痛苦 不是那是簡單講是這樣 蕭文是這麼講 它意思是把能夠 藉由這個法門 使眾生能夠一解其形 能夠出於生事苦海 就是能夠出於三界 叫救拔三苦的含義 是這樣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看今天這個復表 第六頁 今天復表第一頁看一下 這個救拔三苦 苦苦壞苦 心苦 這也就是苦於 逼老為唯 就是逼老什麼 逼老的身心 看到第一頁 看到今天的復表 今天復表第一頁 苦就是以逼老為 逼老的身 逼破 腦愛生性的為意 逼破腦愛生性的為意 逼破腦愛生性的為意 這裡面怎麼講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這個要了解這個苦很重要 這個佛陀今天出事的本來是怎樣 就是藉的收法來度過眾生 這個怎麼講呢 我們看八道恩經這句話 這兩行一起唸一下 曾可生存至內凡案 富完生死 度脫眾生 以前八世 開導一切 令諸眾生 決生是苦 舍離無意 修心甚道 這句話 在第一次講課就講過了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而已 提示大家而已 這講過了 這不要再想 稍微講一下 稍微講一下 我下面就講了 以前八世 下面就不要講了 因為時間關係 以前八世 這是八達人結晶的八種事情 從第一節悟到第一八節支 佛陀 他目的開導一切眾生 開導就是開示引導一切眾生 引導眾生 令之眾生怎麼辦 決生是苦 這句話很重要 對生是苦人 叫覺悟生是苦的意思 就對流轉生是苦 對今生來發苦 生老病死 愛別離 求不得驗證會 無因之生的苦 要深深的體會 來自覺悟到 你知道嗎 因為有結生是苦 才能夠什麼 舍利無益 因為有結生是苦 才能夠什麼 舍利無益 修心甚道 你沒有結生是苦 怎麼舍利無益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才能夠救老三苦 你才救老三苦 問題你怎麼救 你怎麼 你才不會起佛 你舍利無益 你只能對這個 生無益 對色身相會處 神愛照心 神愛照心 才能夠舍利他 因為剛才我們不講過了 請大家看到 那個 那個 經文第二行 第二行 中間 善出稱好 壞出欲獲 有沒有看到 講表的話 第二行 國內邪王 對不起 國內邪王 消滅出見 善出稱好 壞出欲獲 是因為你結生是苦之故 才能過善出稱好 壞之欲獲 就是這個意思 才能夠舍利無益 就是這個 你因為有結生是苦 才能夠舍利無益 你自然 跟 不是啊 不升級 對這個 色身相會處 不是愛照心 是怎樣 才能舍利無益 是這個意思 什麼要修心道 這個修心 什麼要修心 轉去承擇的意思 轉去承擇 我們一切法門都心理法門 就剛才能夠 藉由這個修持 藉由這個第六世啊 修持信念之明 就不能虛擇第八世 讓這個第八世 就是藉由這個 能夠轉世 把這個第六世變成的 滅亡觀察世 去向什麼 聖道 去向什麼 往生到極樂世界 就這樣 今天我們 你今天修學啊 進法門也是一樣 結生是苦 所以這個流傳生是苦啊 今世的邦尾深深的體肺 還是覺悟到了 你才能夠捨立無益 來好好的修行進度法門是這樣 這個意思 在這裡先跟大家互相免利 這不簡單 確實 但是你要常常 不讓人思惟法義 要仿惡的思惟 思惟再思惟 才能夠決生是苦 是這樣 你要常常要思惟 無量解來就這樣 好 那大家 我想 我想 我們最後把這個 佛依加經 這六行 一起念一下好了 事故當之 世皆無常 會必有離 物懷優良 事相如是 當情精進 早就謝多 以智慧名 媚諸之案 事實為切 無堅牢者 我今得媚 如除惡病 只是因死之生 罪惡之物 假名為生 莫在老病 生死大孩 何有智者 得除媚之 如啥厭解 而不歡喜 如等比丘 常當一心 勤求初到 一切世間 動不動滑 皆是敗壞不安之下 如等且死 誤得富裔 時將遇過 我一滅度 是我最後之手教肥 我只念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這些 這些也是上 第一次講過了 第一次講過了 提示大家 你看佛侏最後講話 你看 我只是大家 我們要到 有時候自己要思維一下 思維那個法義 回去 對這個生死苦 因為無常之故 才無我 因為無常才苦 為什麼要苦 無常之故 老病死就無常 生死苦 就因為體會無常 這結生是因為無常之故 才有老病死 你體會無常才苦 因為無常才無我 因為無常才空 是真的要體會到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呢 就研討到這邊 我們要回向 願以此功德 專研佛進度 善報是眾恩 善起身土谷 若又見聞者 希望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即樂國